第1681张诡异声音 凌晨算什么东西 在他们这些老牌弟子眼里看来 就是一个爆发户而已 对方有什么资格 配当他们的师兄 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凌晨 只能暂时忍气吞声 脸上继续是挤出了一抹驾笑 到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何必如此在乎这些小节 然而凌晨却是根本不听他们解释 只是目光直视着青龙和天泽小珍 三人二人叫师兄 听得这般略为森冷的话语 沐晴雪心中也是围动 他知道凌晨可不是这种爱摆谱的人 看来后者这次应该是打算 好好质疑这两个人了 不过他的内心却没有任何的怜悯 这两个家伙之前在灵箭台上的表现 他可是看在眼里 连他都看不下去了 都是天凌晨的弟子 这两人如此不是大局 屡次拉凌晨的后腿 现在这事就由自取 凌晨 你不要太过分了 青龙和天泽小珍人二人都是面色阴沉 论辈分 我二人远在你之上 狗急了还会跳墙 你不要逼人太甚 我今天就还真想看看 会跳墙的狗是什么样的 凌晨冷笑着道 混账 青龙和天泽小珍人再也忍不了了 凌晨这样一而在 再而三地欺压他们二人 若是不给凌晨一点教训 难出心中这口恶气 五街胜龙拳 大海无量 两人皆是以杀招攻向凌晨 而且是突然报起 试图打凌晨一个措手不及 将凌晨给瞬间镇压 然而对于这两人的突然反扑 凌晨嘴角只是掀起了一抹弧度 这一幕 他心中早已预料 因此在两人发出杀招反扑的刹那 凌晨的手中灭魂剑和雷英剑便已双双出窍 灭魂剑系带着一股惊天之势 雷英剑则带着一股棒薄生气 交叉在一起从天而降 向着那青龙和天泽小珍人镇压而下 轰轰 青龙和天泽小珍人打出两道杀招攻势 眨眼间就陷入崩溃 两道剑芒分别斩集在了两人的身上 下一刻便将两人给直接斩飞了出去 两人几乎在同时吐出一口鲜血 仅仅一招 二人便赫然落败 怎么可能 青龙和天泽小珍人二人 脸上皆是浮现出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当初在春围殿时的时候 凌晨的实力虽然也强 但还强不到这种地步 他青龙一人 就能和凌晨打得有来有去 但是现在 他们两人同时出手 竟然遭到了凌晨的秒杀 下一刻 一柄凌厉的剑锋 已是抵在了他们的咽喉之处 凌晨 你想干什么 两人面色不由一变 你不要乱来 大家都是同门 难道你要为了这么一点小事 就对我等下落手 小事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凌晨冷冷一笑 眼中闪过一抹灵力的光芒 这次只是比武切磋 伤不了性命 你们在背后给我捅刀子 要不了我的命 但要是下次生死存亡的时候 你们往我背后狠狠地捅上一刀 那我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为何要这么做 生死存亡之际 我们害死了你 不是等于害了我自己 青龙目光一阵急剧闪烁 玄疾道 我二人这次的确做错了 那是因为在春围电视上输给你 心有不甘 才会犯下这等错误 你这次暂且宽恕我们 我二人一定不会再犯 没错 凌晨 今天这一拜 我们认识到了和你的差距 今后一定服从你的指挥 不再有二星 那天则小真人同样是沉生开口道 凌晨 这二人虽然有错 但罪不至死 你要是真杀了他们 那七沙殿和紫薇殿的老家伙们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沐晴学也是开口劝道 他知道凌晨不是真要杀这二人 毕竟如果真要杀死这两个人 也不应该是在这里 对凌晨而言 应该找一个不知名的角落 暗中下手才是 这次就放过你们 见这青龙和天则小真人腐软 沐晴学也是出言相劝 凌晨便顺水推周地收回了手中的双剑 但是眼中的冷意却丝毫未解 我奉劝你们不要再动什么小心思 若有下次 可别怪我不念同门之意 丢下这句冰冷的话后 凌晨便自顾自地向前方走去 离开广场 你们好自为之 沐晴学同样是冷冷地 偏了青龙和天则小真人二人一眼 然后方才连不轻动 向着凌晨离开的方向跟了上去 待得凌晨和沐晴学走远之后 那天则小真人方才是一拳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眼中露出一抹阴露之色 这个小畜生 实在是欺人太甚 有他在 你我今后的日子恐怕难过了 青龙的眼中光芒闪烁 但随后还是深吸了一口气 这小子的实力进步太快 如今你我二人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 虽然心有不甘 但我们也没其他办法了 恐怕今后只能表面上对他公顺一些了 青龙兄 你就甘心这样受着处生压迫 过这种没有出头之日的日子 天则小真人摇了摇头 反正我是不甘心 被我找到机会 我迟早要他好看 有机会自然是不能放过 青龙眼瞳深处 一抹寒芒浮现出来 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子 有什么资格骑在你我二人头上 趁他病 要他命 但是要找出这小子的破绽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他看来 凌晨是一个做事滴水不漏的人 要找机会将后者置于死地 这难度太大了 嘿嘿 你们不必担心 马上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 降临在你们的头上 就在青龙的话音刚落之上 却突然有着一道格外尖锐的声音 不知从何处传了过来 一股阴冷无比的波动 顿时弥漫了开来 谁 藏头落尾 给我滚出来 青龙和天则小真人皆是面色一变 竟然有人在偷听他们讲话 然而并未有人引出现 只有那一道阴冷的声音再度响起 你们此次回天灵城的路上 会有一次针对那灵城的截杀行动 到时候你们只需要推波助澜一番 便可轻易将这小子置于死地 在说完这句话后 那一道阴冷的声音也是彻底消散 仿佛从来没有响起过 第1682章返回 什么青龙和天则小真人皆是诧异不已 有人要在路上截杀灵城 什么势力 竟敢袭击他们天灵城的队伍 那可是有着心觉这位带队啊 不过对方既然这么说了 恐怕应该是有把握的 阁下请出来说话 青龙面色为尘 目光看向四周 然而却并未有人回应他 这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 天则小真人同样是眼神闪烁 连人影都没看到 如何知道消息的真假 不知道 不过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青龙沉吟了一番 而后道 咱们可以做好准备 万一这人说的是真的 咱们总不能错过机会 说的没错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对咱们来说 可是一件大好事 天则小真人点了点头 他倒是不觉得有人会拿这种事情来恶作剧 说不定那小子结仇无数 又得罪了什么厉害的仇家 想要在半路上取他的性命 那他们正好可以顺手推波助澜一番 将凌晨解决掉 何乐而不为 两人的心中各怀鬼胎 玄机便离开了广场 在两人消失之后 一道黑影也是出现在了不远处的一座山头上 黑影浮现出了身形 赫然是一名长相十分邪魅的黑衣女子 黑衣女子的周身 散发出一股十分森冷的邪气 冰冷而刺骨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些人还是这么喜欢勾心勾脚 为了小小的一点矛盾 便能将自己的同门置于死地 黑衣女子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略为阴冷的笑容 越是这些自诩为正道的家伙 便越是自私 他们往往能够为了一点点迎头小力 便将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置于死地 在黑衣女子的身后 又是一名身材高大的魔影出现 却是那乌贤释放的另外一名魔头 名为罪渊的魔头 他们越是如此 对我们越有力 黑衣女子脸上的冷笑愈发浓郁 接下来 我们只需要按计划行事 便能够将那小子顺利解决掉了吧 十拿九吻 罪渊咧嘴一笑 眼中浮现出一抹轻蔑之意 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弟子而已 如果是说杀天灵城的城主星爵 怕还有些难度 但一个灵城 对我等而言 实在是小事一桩 嗯 看样子天灵城的人 应该是准备要出发了 我们也得去准备了 黑衣女子点了点头 然后便和那罪渊二人 消失在了那一座山头之上 在警告了青龙和天泽小真人后 灵城一行人也是找到了星爵 此时剑仙宝之中的三方会谈已经结束 显然在联手抗魔方面 这些魔狱的各大势力之间 已经达成了联盟协议 在那之前 已经有许多势力的人马 已经返回了各自的领币 而星爵因为要等凌晨参悟剑仙玉币 所以才在这剑仙宝中停留 如今见到凌晨 便必依时间出发 返回天灵城 黑魔狱的背上 星爵站在凌晨的身前 他转过身看向凌晨 眼中闪过一抹光芒 道这次参悟剑仙玉币 收获如何 算是小友收获吧 凌晨点了点头 不过还是得感谢城主 若不是有天灵城的招牌 这一次 恐怕剑仙宝的人 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 他这次能够从剑仙宝的手里 交换下一部分的清廉剑歌 恐怕很大一部分原因 还是仗着有天灵城的面子 要不然 即便是自傲如剑仙宝 恐怕也不知道会用什么巧取豪夺的方法 对方恐怕正是看在星爵的面子上 才会给他交换清廉剑歌的机会 星爵摆了摆手 无妨 你现在已是天灵城的弟子 你越强大 本座自然也开心 凌晨点了点头 这种客套话就不必多说了 玄机他便问起了正事 脸色也是凝重了不少 道对了城主 此次各方势力商议联手抗魔之事 可有结论 战时没什么结论 星爵摇了摇头 剑仙宝和巨雀公都想要征这个盟主之位 征不出个什么结果来 盟主的位置暂且空悬 联盟战时是成立了 有我和李福生 巨雀公的公主向秦苍 共同担任盟主之位 以后发现魔道的行踪和消息 联盟之内的各大势力会互通消息 共用情报 如果麾下任何势力遭到魔道中人的攻击 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支援 盟主之位空悬 有利有弊 反正三大势力之间 谁也不服谁 这个盟主之位员 谁来都会引起不服 谁都胜任不了 凌晨脸上露出一抹若有所思的神色 不过这样一来 这次千里迢迢来见仙宝参加会谈 意义就小了很多了 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 这个联盟能够发挥的作用终究有限 李说的没错 清爵点了点头 眼中浮现出了些许的赞赏之意 他此次来到见仙宝 本来也是对盟主之位怀揣念想 但是大会之上 李福生和向秦苍各不相让 这两个人都对盟主之位一副 是在必得的样子 他的话都没机会说出口 便只能淹回去 这样的一个联盟 其实意义并不大 反倒成为了三大势力 瓜分其他小势力的会议 见仙宝和拒鹊公 以及他们见仙宝 倒是借助这次的会议 将自己的势力范围 以下麾下的势力 好好地整理划分了一遍 这无疑是十分讽刺 但是联盟既然成立 自然还是有点作用 今后一旦那乌贤有所动作 他们还是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并及时地防范于未然 对于联盟知识 凌晨本来就不抱太大希望 现在的知识这般结果 倒心里面也并没有多少的失望 不过他的心中仍然免不了 有些担忧 毕竟那乌贤的实力深不可测 对方现在肯定是在想方设法 拼尽全力地恢复自己 全盛时期的实力 而一旦被其恢复实力 到时候对于魔狱 甚至于整个天原大陆 都将是一场浩劫 就在凌晨心中沉吟的时候 那处于黑魔狱背上后方的青龙 和天泽小真人 却是一直目光在偷偷地描着四周 贼眉鼠眼 显然是有些心神不明 之前在见仙宝的时候 他们听到的那些话 到现在仿佛还残留在他们的耳边 让他们忍不住绷紧了神经 紧紧地关注着凌晨的一举一动 第1683章来福 青龙兄 那个声音 不会真只是唬人的吧 天泽小真人眼神略显阴沉 仔细想了想 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这该不会是哪个王八蛋的恶作剧吧 这谁能知道 再等等看吧 青龙摇了摇头 他可同样是在等待着机会 不过如果之前那道声音所说的事情没有出现的话 那凭他和天泽小真人的实力 也绝不敢对凌晨动手 就在他们二人眼神皆是闪烁不止的时候 突然间 那前方不远处的天空 漠然阴暗了下来 被一层十分诡异的黑云笼罩 黑云之中 电闪雷鸣 透露出一丝丝极为凶暴的波动 嗯 青龙和天泽小真人皆是面色为您 难道说之前他们所听到的那道阴冷的声音 要应验了不成 有点不对劲 小心一点 星爵的实力何其强横 感知力更是超乎寻常 他一眼便看出了前方黑云之中 有着不寻常的气息一散而出 这种气息 连他都闻出了不祥的味道 凌晨闻言 心中也是不由一动 连星爵都感应到了危险 那么说明这其中恐怕是真的蕴含着什么大凶险 要不要绕过去 这时候 沐晴雪走上了前来 提议道 没这个必要 清爵还没有开口 那青龙却是抢先一步答话 有城主在 晴雪师妹你何必如此胆怯 况且前方的黑云十分诡异 倘若其中有什么魔道之物 那岂不是要被我们错过了 青龙说的也有些道理 那黑云之中 的确存在着一丝的魔道气息 清爵点了点头 若是放任不管的话 说不定会酿成祸患 干脆顺便查探一下 是怎么回事 城主英明 青龙和天泽小真人皆是拱手点头 心中却是忍不住犯起了一抹喜意 若是星爵选择绕道 那凌晨不是要避开这次的劫难了 他们等了这么久的时间 可不能白费 星爵抬起了手掌 双手结印 旋即在那黑魔鱼的背上 便陡然扩散出一道银色的结界 将一行五人都护在其中 浑身被银色光芒包裹的黑魔鱼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一举冲进了那黑云之中 吃吃吃吃 在那黑魔鱼冲进漫天黑云中的 刹那激烈的电流 也是陡然在那银色光照的周边席卷开来 让得黑魔鱼那狂大的身体剧烈动荡了起来 不过电流的冲击虽然凶猛 但是这一道银色护照毕竟是星爵催动开来的 其防御能力 也是达到了一种十分惊人的地步 将那一切的风波 皆是抵御在了护照之外 星爵的神色十分凝重 在驾驭着黑魔鱼冲进这片黑云之后 他的那一股不祥之感 也是越来越强烈 仿佛他们离危险 已是更近了一步 凌晨同样是有这种感觉 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他感觉这片黑云所笼罩的区域 就像是一座陷阱一般 虽然目前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危机 但在这里却恐怕隐藏着足以致命的惊人杀鸡 就在这时候 五人的视线当中 一团浓郁的黑云突然消散了开来 从那其中 血色的光芒陡然照射了出来 而后显现出了一道耀眼的血色符文 一个血色大字 就这么漂浮在了前方的虚空中 一股无形的诡异波动 陡然向着四面八方荡漾而开 在这一股血色波动荡漾开来的刹那 四面八方的黑云都是陡然驱散了开来 顿时间 七个极为相似的古老血色大字浮现了出来 正好占据了七个方位 而在这些血色大字出现的刹那 它们之间也是彼此连接了起来 血光在虚空中急剧流动 迅速地形成一座古老的无名凶阵 八个血字 就像是八头绝世魔兽一般 围着凌晨一干人等 仿佛要将凌晨等人彻底吞噬第一前二进 糟糕 在这八个血字出现的瞬间 星爵的脸色就变了 如此惊人的凶阵 绝不可能是偶然触发的 绝对是有人提前埋伏在这里布置好的 他们 恐怕是中了别人布下的陷阱了 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陷阱 布下这等恐怖凶阵的人 定然是实力非常强大的魔头无疑 呵呵 堂堂天灵城的城主 原来只是一个有勇无谋之辈 一团黑云消散开来 从那当中 一道高大的魔影浮现了出来 人影面旁格外地苍白 两眼中充满着血红之色 显然有些森然可怖 此人 正是那乌贤从冰窟中释放出来的四尊远古魔头之一 最冤 果然是你们这些见不得光的家伙 在贴见那黑影的真面目时 星爵的眼中也是闪过了一抹冷漠之意 对于这些魔道中人 他自然是深恶痛绝 不过他更想不到的是 这些家伙居然会在这里布置如此凶阵来埋伏他 这一点他倒是未曾想到 见不得光 那罪冤听的这话 眼中的森冷之意也是愈发浓郁 你们这些人地方站得久了 还真把自己当成是天元大陆的主人了 全集他不由冷恒了一生 你放心 你们的好日子 也快要到头了 不过你们恐怕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因为今天你们这几个人 都要死在这里 说吧 他便陡然手掌一翻 整座胸阵便陡然颤动了起来 然后那一道道耀眼的血字 也是纷纷向着凌晨几人周围的银色光照 悍然飞射了过去 砰砰砰 一道道耀眼的血字轰落在银色光照上 仿佛是生生地烙印在了旗上一般 顿时间便掀起了滔天巨响 整个银色光照都是晃动不止 连衣阵阵 而后被寸寸地溶解掉 仿佛有着支撑不住的迹象 不好 结界要破了 木琴雪的美眸中浮现出一抹惊慌之色 心觉不止出来的结界 竟然承受不住这凶震的挤压轰击 眼看着就要被破了 弄擦 就在他话音才刚落的刹那 那一道银色光照便陡然出现了一道道裂纹 然后便针就砰的一声 化为无数的银色碎片 彻底爆碎了开来 第1684章最冤 华华 在银色光照爆碎的刹那 那一团团黑云当中 忽然有着一道道的鬼魅身影浮现了出来 这些人影 一个个气息诡异 魔气冲天 足足有着数十人之多 那其中至少有着一半的人数 都达到了胜者的级别 如此多的魔道强者 在护照破碎的刹那 便从那半空中陡然俯冲而下 化为一道道光影 对着凌晨等人暴虑而来 小心影敌 心觉对着深厚的凌晨使了个眼色 眼下他必须要对付眼前的罪冤 可根本顾不上凌晨等人 凌晨点了点头 对着心觉使了个放心的眼神 然后便是拔出了腰间的宝剑 身上的剑一搏发而起 罪冤这样的大魔头他对付不来 但这些个小角色 他还是不放在眼里的 心觉成主 让本尊来领教领教你的高招吧 罪冤嘴角掀起了一抹冷酷的笑容 旋即他的手掌便猛然拍出 在那浓浓的黑云当中 惊人的能量波动汇聚起来 陡然是化为一道遮天血手 从天降下 那血手的掌心当中 赫然是有着一个血色鼓子 仿佛携带着惊人的远古谋威 对着心觉悍然镇压而下 太古星辰 心觉双手合拢 灿烂的银色光辉从其身上席卷开来 无数的银色光辉 在他的周身凝聚成了一颗圆形的球体 就像是一颗太古星辰一样 发光发热 尖如磐石 砰 那一只遮天血手轰落在那银色星辰之上 发出震耳欲龙般的闷响声 在那等恐怖的轰撞之下 那一颗银色星辰并未破碎 但是那一头黑魔鱼却承受不住这等距离 背影生生地从那半空中砸落了下来 仿佛陨石坠落一般 狠狠地砸向了地面 在那黑魔鱼砸落地面的刹那 凌晨等人 却早已提前从那黑魔鱼的背上跳了下来 落在了附近的一座座山头上 凌晨落地的瞬间 便有着数道黑影朝着他攻了过来 显然都是以他为目标 眼神依旧淡然 凌晨手中常见一挥 一朵朵青帘便陡然出现在了周身区域 就好像是一个各剑气漩涡一般 散发出无穷无尽的灵力气息 四朵青帘 分别迎向了四道黑影 只是在瞬息之间 便将那四道母影命中 并且将之风困在了青帘之中 啊 四道惨叫声先后响彻而起 四道黑影 一瞬间就被绞成了粉碎 话为了一阵新风邪雨洒落而下 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那青龙和天泽小真人也是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他们心中有数 恐怕眼下的这次埋伏 就是之前那道诡异声音所说的针对凌晨的行动 他们的机会到了 本来他们是蠢蠢欲动 有落井下石的想法 但是看到这一幕后 他们也是压住了心思 凌晨的实力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这小子实力越来越强 除非是他们找到一个天大的机会 否则 他们根本不敢动手 在击杀了四名黑衣人之后 却是有着更多的人影一次性违向了凌晨 这一次直接增加到了十数人 而且是结成了一道珠网般的阵法来攻击凌晨 犹如铁桶一般 每一名黑衣人的身上 都散发出一股十分凶杀的气息 就像是一个个黑洞一般排列开来 扑扑扑扑扑 凌晨发出的间隙 一旦和这些黑衣人相接触 便立刻没入了他们的身体当中 就像是被吞噬了一般 没有掀起半点波澜 凌晨皱了皱眉头 这一下麻烦程度无疑是倍增 不过凌晨也不是会惧怕困难之人 他立刻便攻势为首饰 在不知道敌人底细的情况下 防守是最好的选项 将雷鹰剑分化出上百道飞剑 一道道飞剑 皆是在凌晨的周身悬浮 化为剑阵 守住四方 但是接下来 这些黑衣人却是齐齐动作 齐头并进 向着凌晨步步紧逼 压缩凌晨的活动空间 这等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的战斗方式 无疑让凌晨感到十分棘手 飞剑无法撕裂黑衣人的阵型 在这般围攻之下 数量越来越少 一箭下去 连一点点连衣都掀不起来 这小子要完了 这个时候 那青龙和天泽小真人二人 脸上也是陡然浮现出一谋狂喜之色 之前那个家伙没有骗他们 这次行动果然是针对凌晨的 这么多黑衣人全是朝着凌晨去的 目前已经增加到了二十多人 而他们每个人身边 却都只有象征性的几个黑衣人围着 显然凌晨才是对方要解决掉的首要目标 如此困境 他们倒要看看凌晨如何能度的过去 然而面临着这般这般黑衣人正法的围攻 凌晨的脸上却并无半点惊慌 而后他右手紧握灭魂剑 左手反握灭魂剑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施展出了两剂强大无匹的剑招 清连参天 清连转生 两朵青色莲花 先后出现在了凌晨的周身 本就蓬勃生长的清连 这下两朵叠加在一起 微能倍增 生气也是倍增 疯狂转动了起来 无惧一切镇压 而那些劣震而尽 步步为营的黑衣人 此刻也是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无法再继续逼近凌晨半步 但就在这时候 凌晨的嘴角却突然泛起了一抹笑容 而后他眼神默然移动 从那双重叠加的清连之上 便陡然散射出了一道道犀利的剑气 犹如马蜂窝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密密麻麻地击射了出去 扑扑扑扑扑扑 随着清连的快速转动 这些剑气也是纷纷地设在了那些黑影的身上 起初 所有的剑气打在这些黑衣人的身体上 依旧被吞噬 消失 但是那些黑衣人的承受能力显然不是无穷无尽的 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们便招架不住 开始有人被剑气命中尸体 顿时间鲜血四剑 血肉横飞 在凌晨如此凶悍的反击之下 那犹如铁桶珠网一般的黑衣人大阵 也是开始分崩离析 怎么会 这都奈何不了这小子 青龙和天泽小真人脸色异常难看 心中无比阴沉 然而就在凌晨反击撕裂阵法的时候 那不远处的黑云却是再度涌动开来 从那黑云之中 赫然是浮现出了一道优美的黑影 黑影尚未完全现出身形 便是漠然抬起了异常白皙的双手 两团紫蓝色的光芒 分别在其左右手的食指之间涌现出来 极为森然冰冷的波动 从其中陡然散发而出 第1685章青石 咻咻 伴随着两道惊人的破风声 视线当中 两道紫蓝色光束也是陡然击射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悍然轰射向了凌晨的背后 这般突如其来的袭击 连凌晨都来不及反应 当他察觉到来自背后那股阴冷波动的时候 那两道冰冷无匹的紫蓝色光束 已是轰射至他的背后 仅有咫尺之巨 凌晨 沐晴雪瞥见这一幕 美目中也是陡然涌现出了一抹惊骇之意 若是凌晨被这两道光束命中 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而青龙和天则小真人二人 则是心中不由狂喜 看来凌晨这小子 这下子要完蛋了 眼看着两道紫蓝色光束命中了凌晨的身体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两道光束并没有将后者的身体冻穿 而是在命中凌晨的瞬间 反而是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力量被弹射了开来 什么 见到这一幕 那一道优美身影也是吃了一惊 以凌晨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他这般偷袭 对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然而即便是挡下了这道致命的袭击 凌晨的身体 依旧是导射了出去 一股惊人的力量 在其背后席卷开来 让得凌晨感到身体一阵酥麻 勉强稳住身体 凌晨这才贴了背后被攻击的位置一眼 那里的衣服 赫然是被轰出了一个破洞 只不过在那破洞位置 有着一面银色的明镜 刚才那两道惊人的光束 正是轰射在这一面天灵镜上 这才被反弹了开来 什么 居然是天灵镜 青龙和天泽小真人二人皆是一阵诧异 眼中浮现出一抹阴沉之意 他们没想到 这一面天灵镜居然救了凌晨一命 好险 凌晨瞥了一眼那出现在黑云之中的幽黑身影 眼中也是浮现出一抹心有余悸的神色 若是直接被这等级别的公式命中身体 下场恐怕会相当不妙 这天灵镜 倒是替他挡去了一道灾节 好运的小子竟然逃过了一劫 黑衣妖艳女子的美眸中 泛起了一抹惊讶之意 显然在他看来 凌晨现在已经死了才是 阁下这般出手偷袭 怕是不太光彩吧 凌晨皱了皱眉头 从这黑衣妖艳女子的身上 他能够感受到一股十分磅薄的魔气波动 这个女人 毫无疑问是一尊实力极为强大的魔头 这些家伙 这么快就对他出手了 而且一出动就是这等实力的魔头 实在是大手笔 光彩 可爱的小家伙 你以为是你们小孩子过家家呢 杀个人 还讲什么光彩不光彩 黑衣妖艳女子的美眸中泛起了一抹戏虐之意 只是觉得凌晨的话十分幼稚可笑 思维 别再和这小子废话了 不要耽搁了大人交代的任务 那正在和新爵击战的罪冤皱了皱眉头 他们可没时间和凌晨在这里浪费时间 必须要尽速解决掉凌晨 以免夜长梦多 放心吧 如若连一个小小的天凌晨弟子都解决不掉 岂不是白费父亲大人花费大力气 把我从冰窟中解救出来了 思维的翘脸上绽放出一抹十分邪美的笑容 但是他看向凌晨的目光当中 已是充满了冰冷的杀意 也是时候将凌晨彻底解决掉了 陡然抬起了异常白皙的手掌 在其手指之间 一缕缕又蓝色光芒便再度生腾了起来 仿佛在其指尖化为五个黑洞漩涡一般 然后在这思维打出手掌之后 五道幽蓝色光芒 陡然化为五道惊人的光束 向着凌晨所在的位置暴射而出 面对着这思维这般公式 凌晨的脸色也是陡然凝重了起来 周身的清廉急剧转动了起来 在那同时 凌晨将剑之领域也是催动了开来 竭尽全力进行防御 那五道幽蓝色光束 就像是五条软线一般 附在了凌晨周身的清廉之上 让得那原本剧烈运转的剑气清廉 立刻就停了下来 然后那一缕缕幽蓝色光束 便犹如复古之躯一般 向着那清廉的内部渗透了进去 甚至连剑之领域都抵挡不住这等渗透 被一寸寸地向内侵蚀 好诡异的手段 凌晨感觉到从四面八方袭来的冰冷气息 眼中也是陡然浮现出一抹凝重之意 当初连那枯玄老人的绝临玄阵 都无法攻破她的剑之领域 却被这思维的手段寸寸侵蚀 眼前的这个女人 实力比身为高阶圣者的枯玄老人还要恐怖 感受到那一道道迅速蔓延过来的冰冷波动 凌晨也是果断地将实力催动到了极限 火力全开 竭力维持剑之领域 但即便如此 依旧阻挡不住那一缕缕幽蓝光束的蔓延 没用的 以你的能力 是绝对挡不住我的冰魔争气的 眼神淡漠地看着这一幕 思维也是一副不出所料的模样 她的手掌间蓝色光芒暴涌而开 那一道道犹如复古之躯般的幽蓝光束 反而是加快了侵蚀的速度 转眼之间 便是抵达了凌晨的身侧 即将侵蚀接触到凌晨的身体 吃吃吃吃 这一道道幽蓝光束还尚未接触到凌晨 她的身体表面 却已是浮现出了一缕缕的冰晶 似乎要将她的身体给风动起来 迅速地丧失了知觉 就在这一道道幽蓝光束 即将命中凌晨的时候 凌晨的身体 却是突然间消失 仿佛顺移了一般 匪夷所思地消失在了原地 空间中出现了一丝丝扭曲的波动 而凌晨的身体 竟是仿佛凭空 班地移动了一段距离 生生地将那一道道幽蓝光束 给闪避了开来 思维看起来几乎是能顺杀凌晨的杀招 再度被凌晨给奇迹班地 毙了开来 这是空间之力 这下连思维的脸上都是浮现出了一抹震惊之意 凌晨能够做到这般短距离的瞬间 不疑 若非是释放出了空间之力 是绝对不可能做得到的 是空间争议的气息 当真是个旷世奇才 在短暂的惊恶之后 思维脸上的表情却被一抹笑容所取代 他起初还有点无法理解 乌贤为什么要让他们重点杀凌晨这么个小子 现在 他好像有点明白了 这样的人 的确应该尽早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以免日后成长起来 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 第1686章血脉之力 这魔头的力量 简直无法正面匹敌 显而又显地避开了幽蓝色光束的侵蚀 凌晨的脸色却并没有半点的放松 反而是欲发地绷紧了起来 要不是他拥有着空间之意 能够利用极其微弱的空间之力 恐怕刚才身体已经被冻结住了 这思维的冰魔真气 不是普通的冰属性真气 一旦凌晨要是真被冻住 再想要脱身 那恐怕将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可须挣扎 你终究逃不过一死 思维眯起了双眼 玄机冷笑一声 白皙的手掌再度抬起 隔空向着凌晨抓握而去 在他白皙的手掌之间 赫然有着一道古老的写字浮现 仿佛是一个冰字 这等古老的手段 和之前那最冤所施展出来的手段 如出一彻 在思维动手的刹那 凌晨的头顶也是骤然浮现出了一团凶煞无比的血云 从那血云当中 极为恐怖的血色雷电从中陡然垂落而下 形成了一座血色囚牢 凌晨的身体被封印在了血色囚牢当中 和外界的联系都仿佛被瞬间隔绝 就算是他想要再度动用空间真意 眼下恐怕都无法都顾忌众师逃出去 更别说凌晨那点粗浅的空间真意 仅仅只能调用的那一点空间之力 早就已经消耗殆尽了 血色的雷电一道道降落而下 将凌晨的身体重重包裹在内 犹如一头头血蟒一般 向着凌晨当头猛轰而去 那血色雷电中所夹杂的毁灭之力 仿佛请客间就能将凌晨的身体轰成鸡粉 但是就在即将命中的瞬间 凌晨的头顶 却漠然是浮现出了一道璀璨的雷光 在那雷光包裹之中 一枚被雷光包裹的古老权杖 赫然是从中漂浮而出 痴痴痴痴 夹杂着惊人毁灭波动的血色雷电 轰击在那古老权杖之上 那等毁灭的波动 却是西树地被没入了这一枚古老权杖当中 被后者给汉然帝吞噬而尽 没有伤到凌晨一分一毫 那是雷光令 见到凌晨头顶悬浮的那枚雷霆古老权杖 思维的美眸也是漠然一缩 此时凌晨头顶悬浮着的那枚权杖 赫然正是九道虚黄令之一的雷光令 这东西 也是他们此行前来对付凌晨的主要目标 那是什么绝世宝物 居然能抵挡住那女魔头释放出的血色雷电 那青龙和天泽小真人一脸的不可思议 他们本以为凌晨这下死定了 却不料这短短时间内又出现了转机 这枚权杖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宝物 居然拥有如此惊人的能力 传说天元大陆上有九道虚黄令 每一道虚黄令都是一样绝世宝物 拥有非常强大的特殊能力 眼下这凌晨的手里的 应该就是其中一枚虚黄令 在短暂的震惊过后 青龙的眼神便闪烁了起来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知道了这权杖的来历 虚黄令 天泽小真人眼睛也是漠然一亮 显然他也是听说过关于虚黄令的传闻 那可是比上品圣物还要珍贵的绝世宝物啊 想不到凌晨居然能够得到一枚 狗屎运未免也太好了 不愧是九道虚黄令中的雷黄令 凭你这样弱小的实力 竟也能凭雷黄令挡下我的血魔神雷 思维的美眸中金光一闪 凌晨的那点实力 在他看来根本为不足道 但是对方却能将他的血魔神雷给挡下来 很显然是依靠了雷黄令的力量 记得在数千年以前的远古时期 那个时候的石屋就在收集这个世界上的九道虚黄令 但是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 因为其中有两块虚黄令掌握在三皇五帝麾下部族的手里 后来巫族覆灭 所得到的那七道虚黄令自然也就又重新流落了 集其九道虚黄令是巫族的十个最强之人 石屋的心愿 可惜从来没有人能够将其实现 根据他所听到的预言 若是能够集其九道虚黄令 就能让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降临于世 而这股力量便是使他们当初巫族强大的根源 不管如何 收集虚黄令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甚至比击沙灵晨都还要重要 今天这枚雷黄令 我就收下了 嘴角泛起了一抹十分诡异的笑容 思维突然双手合拢了起来 只见得他的身体之上 赫然是有着一道道的黑色纹路浮现出来 然后两团异常耀眼的黑芒 从其体内席卷而出 陡然化为一对有黑而冰冷的巨大光翼 足足是有着千丈之长 瞬间将大半个天空都给笼罩在内 在这一对巨大黑色光翼席卷开来的刹那 滔天的魔器也是顿时铺天盖壁壁扩散开来 远远看去 思维的本体就仿佛是一尊堕落的天使 滔天凶威 再度提升了一个台阶 仿佛这世界最凶恶的魔头降临 这股气息 连星爵都感到了一丝的含义 即便换成是他 恐怕都难以和这种状态下的远古魔头相对抗 这家伙居然直接启动了血脉之力麻 醉渊看到身体如此变化的思维 也是不由得冷冷一笑 对付一个区区弟子 竟然连自身的巫族血脉都激发了 看来这一次思维是没再打算给凌晨任何的机会了 这一级必然是必杀的一级 你这样的天才 我还真有些舍不得杀你 就将你连人带虚皇令请拿回去 交给父亲大人处置好了 思维的话音落下的刹那 凌晨前方的空间便陡然扭曲 他的脸上仿佛挂满了冷酷的笑容 看了一眼前者 然后便将那手掌叹了出去 呜呜呜 这思维一出手 凌晨周身大地便是崩塌下去 甚至连空间都是扭曲起来 封锁了他的所有退路 以他现在的状态 面对着一名圣道八重镜以上的超级强者 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凌晨抬头 看着那在眼瞳之中急速放大的黑光 立刻身形暴退 但他并未退出多远 那一只滔天魔手 便匪夷所思地出现在了的身后 然后猛的凌空一抓 眼看着就要将凌晨给抓住 双剑雷窃 凭借着惊人的反应能力 凌晨反手双剑斩棘在那一道魔手之上 借助于那股反弹之力 身体导射了出去 生生地将魔手的抓握给躲避开来 然而就在凌晨身形即将倒退 这安全区域的时候 那后方的青龙和天泽小真人二人 却是互相交流了一下眼神 眼中陡然闪过一抹森冷之意 然后几乎同时运起真气 突然隔空打出一掌 洗向了凌晨背后 第1687张援兵 凌晨导射的方位 正好是那青龙和天泽小真人的方向 因此在这两人做出偷袭的小动作的时候 也是并未有人看得见 别说是沐晴雪 就算是星爵 都未能发现这二人的偷袭动作 但是 两记掌力却是以极近的距离 轰击在了凌晨的后背上 渗透进了凌晨的身体当中 扑痴 凌晨猝不及防 直接被打得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他的眼角余光 赫然贴见了那青龙和天泽小真人二人的小动作 心中也是忍不住涌动起了一抹杀意 这两个家伙 简直是找死 被凌晨这般目光看到 青龙和天泽小真人也是忍不住心中意涵 不过旋即便心中冷笑 现在的凌晨性命难保 哪里还有心思顾得上他们 果然 凌晨在被他们成功偷袭之后 身体也是陡然飞了出去 被那一只巨大的魔手给陡然抓握而住 身体被禁锢住 思维的美眸当中也是陡然浮现出一抹寒意 眼看着凌晨已经落入了他的手掌 生死已是完全被他所操控 并未有半点留情 从思维的那一只巨大的魔手当中 便是有着惊人的魔气涌动而出 古老的黑色魔纹急速荡漾 向着凌晨的身体飞速涌动而去 迅速地将其身体覆盖 包裹 转眼间 便仿佛要将凌晨彻底吞噬一般 吃吃吃吃 凌晨体表的肌肤 仿佛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靡了下去 其中的生气都仿佛被汲取 吸干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缕缕血色的光芒 却是突然从凌晨的肌肤内部弥漫出来 迅速遍布凌晨的全身 竟是在凌晨的身体表面 生生地凝聚为了一层血色的薄膜 这一层血色的薄膜 就仿佛是一层绝缘体一般 让德思维那快速侵蚀凌晨身体的魔气 竟是被隔绝了开来 饶是这思维所释放出的冰膜真气异常强大 但是依旧无法突破凌晨身体表面的这一层血色薄膜 这又是什么东西 贴见凌晨体表快速形成的血色薄膜 思维的脸色也是漠然一惊 凌晨三番五次地逃过劫难 一次两次他还能忍 但是是不过三 凌晨每一次都有保命手段 这就让他有些难以忍受了 他已经不想和凌晨玩下去了 现在的他只想结果凌晨的性命 这血色薄膜 居然拥有如此惊人的防护力 连他的冰膜真气竟都无可奈何 这都不死 那青龙和天泽小真人的脸上 此时也是进阶浮现出了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们都已经做到这份上了 凌晨再不死 死的人可就是他们了 这要是被凌晨活了下来 对方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是神龙玉的力量 只有凌晨本人清清楚楚 这一层血色薄膜 是神龙玉的力量形成的 神龙玉的品阶有多高 连他都不清楚 毕竟那东西 可是和仁皇一个时代的古物 即便是不明其来历 凌晨也能感觉得到 这神龙玉 微能恐怕不比那九道虚黄令逊色 这神龙玉跟随他多年 早已和他血脉相容 气息相通 如今他这个主人遭遇了危机 这神龙玉主动释放出护主 这种事情 可不是第一次了 思维的一双美眸中释放出阴冷光芒 紧盯着凌晨 道 你这小子 身上的秘密还真是够多 这次把你抓回去之后 一定要把你的身体剖开来 仔细地研究一番 看看你这小子 究竟是什么神仙转世 说完 思维眼中的寒意也是陡然爆发 旋即他身上的魔纹再度涌动起来 那等棒薄无比的远古魔器 悉数递往着那巨大魔手之中灌注而去 顿时间 凌晨所承受到的压力便猛然倍增 那将凌晨的身体牢牢护住的血色薄膜 也是有着寸寸崩裂的迹象 凌晨的身体 根本抵挡不住这等可怕的压力 几乎就要粉身碎骨 然而就在凌晨眼睛要彻底闭拢的时候 一道璀璨清光陡然闪烁而起 旋即熟悉的剑影之声 震着天地般的响彻而起 不远处 突然有着如红一般的剑气洞穿而至 空间仿佛瞬间被撕裂 一道惊人的青色剑芒凭空出现 足有千丈巨大 然后夹杂着一种毁天灭地之力 出现在了凌晨的视线当中 卡擦 青色剑芒贯穿虚空 狠狠地轰射在了那一只黑色魔手之上 瞬间将那一只凶微滔天的魔手 给生生地斩断了开来 断裂的魔手飞了起来 化为一阵阵黑色的魔云烟消云散 而被魔手禁锢的凌晨 也是挣脱了束缚 脱困而出 在那一道黑色魔手被斩断的刹那 思维那一张翘脸也是陡然苍白 然后猛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身体导射出了数百米 这般一幕 让得所有人都骇然失声 凌晨同样是恶然地望着这般情形 玄机猛然转过身 只见得那青色剑芒的源头 赫然有着密密麻麻青色剑芒 不知何时已是出现在了这片天地之间 在那剑芒的镜头 一道青衣身影 赫然浮现而出 那是青衣前辈 只是在瞥见那一道身影的瞬间 凌晨便已是将对方给认了出来 这道青衣身影 毫无疑问 正是青衣可无疑 清光弥漫开来 那一席青山的心肠身影 则是停在了凌晨的身旁 一道道目光望过去 男子的相貌被一张颇为猙獰的面具遮掩 非法在清风的吹拂下摆动着 显得极为的轻易出尘 那木琴雪和青龙等人 眼中却是有着掩饰不住的震撼与骇然 而这种骇然的源头 自然是那前方魔云之中的那一道狼狈黑影 之前思维的手段之强 他们都看得十分清楚 所有人都是能够感应到一股相当恐怖的气息 那至少是圣道八重镜的恐怖修为 然而拥有着如此恐怖实力的强者 却是被这青衣男子给一箭击退 受伤吐血 此人的实力 究竟是有着多么的骇人听闻 在魔狱之中 能够拥有着等级别实力的人 恐怕是寥寥无几 几乎是用手指头都能竖得过来 心觉 见仙宝宝竹里浮生 拒鹊公公主向秦苍 眼前的这个青衣人 又是什么人物 第1688张一抹之眼 呵呵 小子 做得不错 青衣渴望着凌晨 微微一笑 拳击他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思维 笑道 能够在一尊圣道八重镜以上的魔头 手里支撑这么久 看来你没有辜负虚皇令主的身份啊 前辈若再晚来一步 我恐怕就要成为这女魔头的手下亡魂了 凌晨不由苦笑了一声 连命都差点丢了 他可不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竟然出动了两名这等级别的强者 看来这些个魔头 已经是盯上你了啊 目光又瞥了一眼不远处的罪冤 青衣渴的眼神不由得唯唯一宁 派出这种实力的强者来对付凌晨 毫无疑问是有些大才小用 对方之所以要这么做 肯定是盯上了凌晨身上的虚皇令 这才会如此兴师动众递出手 此时此刻 那黑云当中的思维 也是从那黑云中现身了出来 他的一双美眸当中 释放出一丝丝极为冰冷之意 想不到 天灵城还有阁下这样的元首 倒是我们疏忽大意了 思维的美眸中泛起了一抹惊疑之色 他得到的情报之中 并没有青衣客这么一号人物 非语提供关于魔狱的资讯 应该可以说是非常全面了 但是其中却并未有关于 眼前这人的只言片语 我也想不到 这魔狱之中 还藏了你这样的魔头 轻衣客淡淡一笑 不过若是早些被我发现 也不会容许你如此胡作非为了 好大的口气 思维冷冷一笑 他身为一尊远古魔头 和他同辈的 都是一些传说中的神话人物 眼前这个青衣人 居然一副胆胆小觑他的样子 李珍以为 这就是我的全部实力 思维的眼中冷光一闪 旋即他双手再度结印 只见得他身上的魔微再度飙升 席卷天地 而随着他身上的魔纹涌动 在他的眉心之处 白皙的皮肤陡然裂了开来 旋即一只幽深无比的黑色魔眼 陡然从其额头之处浮现了出来 魔眼睁开的刹那 所有人都仿佛堕入了幽冥中一般 从思维眉心那一只子黑色的魔眼当中 他们仿佛看到了远古时期的情景 那是一座死人遍地的远古战场 无穷无尽的魔光黑洞 吞噬着所有人的神智 一魔之眼 在见到思维眉心魔眼睁开的刹那 星一刻的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眼中泛起了一抹凝重之意 一魔之眼 这是远古巫族的手段 就算是他也仅仅是由索尔文而已 至于具体 连他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 在一魔之眼的增幅下 这些远古魔头的实力 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思维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实则生变 这个时候 那正在核心绝交手的罪冤 也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他原本以为以思维的实力 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凌晨给解决掉 却不想凌晨不仅屡次躲过了思维的杀招 还引来了这么一个实力强大的轻一人前来 这下子 击杀凌晨的难度无疑又增大了 知道了 思维促了促柳眉 他自然也知道时间紧迫 如今这些人类正道势力的联盟刚刚结成 如今这轻一人作为援兵已经出现 难保不会有其他的援兵得到消息赶来 一旦若是再来个像轻一克这样的高手 那个时候再想杀凌晨 就等于是天方夜谭了 翁 一魔之眼当中 黑色的魔光剧烈涌动 在那思维的背后 俨然有着一道千丈巨大的魔影浮现 这道魔影 和他本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就是体型大了数十倍不止 而且面目模糊不清 那一双巨大的黑色光翼 更是遮天蔽日 释放出恐怖的远古凶威 好正宗的魔力波动 轻一刻皱了皱眉头 他这些年遭遇的魔头不在少数 如人魔殿的那一杆魔头 但是那些人魔殿的魔头 跟眼前这一尊女魔头 纯正的血脉波动相比 细细无疑要搏杂许多 多管闲事的家伙 你就和这小子一起下黄泉去吧 脸上陡然浮现出了一抹阴冷的笑容 四位旋即抬其手掌 一掌向着前方悍然打了出去 下一刻 他背后的那一尊高大魔影 几乎是在同时呼啸而出 向着灵晨和轻一刻所在的方位 悍然镇压而下 如此恐怖的魔影降临 那等阴影 几乎是覆盖了整片天地 令人根本生不出抵抗的念头 就在这瞬间 轻一刻也是默然挥手 他手中的青色宝剑延伸至千丈长短 然后便是自上而下地展了出去 破除虚空 迎难而上 轰 在剑盲展在那魔影身上的刹那 滔天的震动之声也是陡然响彻了开来 恐怖的风波 犹如毁灭风暴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悍然席卷了开来 将附近的山峰 岩石 树木摧毁殆尽 无用之举 思维那一张妖媚的脸庞上古井无波 新一刻的攻势虽然十分灵力 但是在他的魔像面前 依旧是不值一提 根本无法和他抗衡 在他美魔微动之下 新一刻那一道千丈巨剑便被一步步压了回去 洗不到任何的威胁 然而就在这时候 四位美心的一魔之眼突然动了 旋即从他美心的一魔之眼中 便陡然击射出了一道毁灭般的光束 哼 所在的地面被轰出一个大坑 但是新一刻以漠然身形后撤 连带着凌晨都被他一掌震开 避过一劫 但是在退后同时 新一刻已经将那一道千丈巨剑抽了回来 然后其身上剑一涌动到极致 更为强悍的一剑 漠然爆展而出 神话剑波 伴随着新一刻的一声雷霆爆喝 这一剑出 整片天空都是剧烈阵战了起来 蕴含了清一刻全力的青色剑波 仿佛来自于古老的神话当中 附带着苍茫无比的波动 悍然命中了那一道恐怖魔影 扑痴 黑色的魔气仿佛被蒸发了一般 恐怖魔影的身体被撕裂出一道树杖长的大头子 而在这股剑波的作用下 这一道体型巨大的恐怖魔影 身体也是连连后退 被生生地击退了数万米远 第1689张镇魔宝霞 什么 眼看着那一道巨大的恐怖魔影 被清一刻一剑震退 四围的翘脸上也是顿时被阴沉之意所充满 区区一个卑微的家伙 竟然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但是在击退了那魔影之后 清一刻的脸上 并没有任何的喜色 反而是变得更加凝重了起来 这一剑 已是他正常手段下的最强一剑 却依旧破不了这尊女魔头 光凭借他的剑法 看来是没有战胜这尊女魔头的机会了 终于前驴技穷了麻 思维似乎是看出了清一刻的状况 脸上也是漠然浮现出一抹冷笑 后者若是能破得了他的魔像 那才是怪事了 看来我还是小觑了你们这些远古魔头 然而清一刻脸上却并未有任何的紧张神色 依旧是显得十分淡定 你们的确比人魔店的人要棘手很多 不过你若以为这样我便拿你没办法 那却也是大错特错 思维一双美目为咪 嘴角却是掀起了一抹讥讽之意 你以为你是谁 当初三皇五帝那等远古之强者 都未能杀得了我等 就凭你 简直是痴人说梦 那可未必 清一刻微笑 背后长发披散而开 而其双目 却是逐渐地变得轻盈起来 旋即其脚下密密麻麻的青色剑芒呼啸不断 星光明漫开来 在那滔天清光的中央 有着一个古老的黑色宝霞 浮现而出 黑色宝霞的表面上 能够看到一个各凹槽的存在 这一个黑色霞子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在他出现的刹那 整片天地都是昏暗下来 大地漆黑一片 隐约间 天地间的灵气仿佛是暴动起来 所有人 都是感受到了这黑色霞子的气息 那思维和罪晕两尊魔头 更是皱起了眉头 从这一个黑色霞子当中 他感受到了一股十分不舒服的气息 这时 星爵双目微眯着 旋即似是想到了什么 眼神微微变换了一下 清一刻手掌一招 那一个黑色宝霞便飘浮在了他的面前 旋即他冲着远处的思维笑了笑 道 女魔头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思维看了一眼那清一刻面前的黑色霞子 淡淡地道 正魔宝霞 思维的瞳孔 在一瞬间陡然紧缩 那种变色 第一次出现在其脸庞之上 显然 那从清一刻嘴中说出的所谓正魔宝霞 让得他感觉到了真正的危险 远古圣物正魔宝霞 清爵也是在此时惊了一下 显然清一刻手上有着东西 连他也是并不知晓 嗯 我找寻了数年时间 终是在魔狱的一处远古战场中发现 清一刻点点头 笑道 清爵闻言 眼中有着喜色涌出来 这正魔宝霞即便是在那远古时期 也是相当可怕的宝物 据说那传说中的至强者三皇五帝 就曾经利用镇魔宝霞 斩杀过石屋级别的爵士强者 这东西 本就是当初三皇五帝 为了对付巫族而打造出来的宝物 哼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镇魔宝霞 思维确实冷恒了一生 眉眸中确实浮现出了一抹讥讽之色 据我所知 这个镇魔宝霞 至少需要 至少需要三道虚皇令 才能将此物启动 否则此物就是一件废物 根本发挥不出半点威能 他根本不担心这镇魔宝霞 能对他有什么威胁 这镇魔宝霞本身并没有什么威力 他主要是依托虚皇令来发挥威力 若是没有足够数量的虚皇令的话 连启动这镇魔宝霞都做不到 还谈什么降妖伏魔 谁告诉你 我们这里没有三道虚皇令 清一刻笑着摇了摇头 而后他手掌默然一翻 一枚青色的古老权杖便在其手中浮现了出来 这一枚权杖之上 有着一丝丝微风般的波动传荡开来 赫然正是九道虚皇令中的风皇令 在亮出手中风皇令的刹那 清一刻便忽然转过头来 看向凌晨 小子 把你身上的虚皇令借我一用 凌晨听得这话 先是愣了愣 然后在沉吟了片刻后 便神色认真地问道 前辈要多少 听到要多少三个字 不仅心觉感到一阵骇然 连那思维和最冤二人 都是面色一阵巨变 嘴角抽搐 脸上浮现出匪夷所思的神色 虚皇令 那每一块都是绝世之物 稀罕无比 有一块 那多的是积累了多少气韵才能得到 凌晨居然说要多少 真当虚皇令是不要钱的烂大街玩一儿 还能大量搞批发呢 两块应该够了 清一刻略做思索 然后方才开口道 听得这话 凌晨也是并未有迟疑 左右手便几乎同时探出 在他的双手之间 两道截然不同的气息陡然涌动而出 左手是炙热无比的火焰气息 右手则是狂猛暴力的雷霆波动 两枚散发出古老气息的虚皇令 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在了他的手掌之中 雷皇令 还有颜皇令 这下连心觉都惊得几乎要说不出话来 凌晨还真就拿出了两枚虚皇令 对方还真没有说假话 思维那妖艳的面庞也是漠然失色 原来凌晨的身上不止拥有一枚虚皇令 竟是拥有着两枚 去 在凌晨的操控之下 那分别被雷光和火焰包裹的雷皇令和炎皇令 陡然化为了两道光束飞射了出去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犹如流星一般 轰射进了那震魔宝霞的两个凹槽之中 翁 随着这两道光滑射进那震魔宝霞的凹槽之中 星一刻也是将手中的风皇令放入凹槽之中 震魔宝霞突然剧烈一颤 那霞子上面 晦色的符纹越来越清晰 直到布满整个黑霞 在那种晦色符纹布满整个震魔宝霞时 在其周围的空间 寸寸扭曲 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细微波动散发出来 令得天地为之动荡 见得这般一幕 思维的脸色终于是聚变了起来 即便是它 都是从此时的这个震魔宝霞之上 感觉到了浓浓的威胁 卡擦卡擦 在三道虚黄令迁入的刹那 那一个震魔宝霞也是陡然分裂变形 然后由原来的霞子形状 迅速地转变为一道圆形 镇法般的法器图案 三道虚黄令充当镇眼 一股古老而恐怖的涟漪 陡然从那旗上荡漾而开 弥漫天际 第1690章镇谋 这就是镇魔宝霞的庐山真面目 见得那镇魔宝霞所画的圆形法器 凌晨的眼中 也是陡然闪过一抹金光 此刻从那三枚虚黄令之中 风 雷 火三种力量 释放出耀眼的光芒 仿佛有着源源不绝的力量喷涌而出 注入了那一道法器之中 感受到从那圆形法阵之中 散发出来的恐怖波动 思维的美眸当中 也是陡然浮现出一抹浓浓的忌惮之意 他的第一反应便是立刻后退 战壁起风 然而并未等他退出多远 新一刻手中的法器 却已是静止飞了出去 旋即直接在凌晨的头顶 化为一道千丈法阵 将思维所操控的那一道 巨大的魔影给笼罩在了其中 修修修 从那圆形法阵之中 赫然是有着三道光束 分别从那三处阵眼的位置 暴射而出 三种颜色截然不同的光束 相互缠绕 悍然向着下方席卷而下 痴痴痴 眨眼之间 那一道高达千丈的黑色魔影 便被这三道击射而下的光束 给生生地束缚住 丝毫都动弹不得 震魔宝霞 震腕魔 淡淡的声音 自轻一刻的嘴中传出 刹那间 一种灵力杀意 弥漫天际 嗡 那半空中的法阵激烈战斗 三道纠缠住那一道魔影 巨大身体的光束 极为的绚丽 所过之处 悄然无声 连空间都未能泛起半点的涟漪 然而 当思维见到这道光束时 那妖艳的脸庞上 却是有着恐惧之色涌起 三道光束看似并不迅旺 可思维确实知道 此时的它 根本无法躲避 震魔宝霞一旦被启动 必将镇压魔头 思维的脸色一阵巨变 旋即他却是突然发出一声怒笑 身上的魔气波动被催动到了一个顶点 而那一道巨大的魔影 也是剧烈地挣扎了起来 试图挣脱那三道光束的束缚 然而 它的这般挣扎 却并未起到任何的作用 在那三道光束的捆服下 那一道巨大的魔影 根本无法挣扎 其身体表面弥漫的魔气 寸寸崩溃 在那刹那间 竟是被这三道光束生生地撕裂了开来 扑斥 在魔影崩溃掉的瞬间 思维本人也是陡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他眉心的一抹之眼中 也是有着一缕鲜血流了出来 这一道魔影轻住了他大半的珍弃 一旦崩溃 对他造成的伤害也是无可估量的 然而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轻一刻的眼中却并未半点怜悯之意 随即他便再度催动那阵魔宝霞所化的法阵 陡然间 那一道法阵便向着思维本尊的头顶飞了过去 以惊人之势 向着思维镇压而下 伴随着一道道穿刺的声音响起 思维的身体 也是毫无悬念地被那法阵释放出来的三道光束所洞穿 滚烫的鲜血顿时迸发而开 想要镇压我 做梦 思维妖艳的脸庞 此刻已是变得有些扭曲起来 伴随他的一声凄厉嚎叫 随即从他的身体皮肤之下 竟是有着血色的纹路浮现出来 一道道精纯无比的冰魔真气疯狂地 向着他身体的三楚血洞汇聚而去 试图将那三道洞穿他身体的光束给阻拦下来 痴痴 阵阵清烟 从那交织之处冒了出来 思维满脸的痛苦 那三道光束仿佛对着他有些极为恐怖的杀伤力 即便是以他的实力 竟然都无法将这等侵蚀给阻拦下来 没用的 这阵魔宝霞 是专门针对你们这些巫族的魔头而打造的 此物对你们而言 是致命的杀气 你的魔功就算再厉害 也绝技挡不住此物 轻一渴望着那拼死反抗的思维 眼神淡然地道 混账 你们以为吃定我了 思维的一双美眸中闪过一抹猙獰之意 下一霎 他的身体便有着密密麻麻的血色纹路涌现出来 在那同时 他身上的气息也是变得格外紊乱暴力了起来 轻一渴望着这一幕 面色微微一变 旋即身形必依时间猛的暴退 砰 而就在轻一渴身形暴退的刹那 陡然间一道具想阵扯苍穹 那思维的身体也是暴了开来 那等可怕的爆炸冲击波 犹如排山倒海一般 竟然是将那阵魔宝霞所释放出的三道光束给炸裂了开来 这女魔头 竟是选择了自暴身躯 哗啦 在魔浪涌动之时 那思维自暴的区域当中 也是陡然有着一团粘稠的黑色光球浮现而出 在出现的刹那 便陡然向着后方暴射而去 企图逃离此地 修为达到高阶圣者的层次 若是将圣体修炼到了十分高深的地步 达到九阶圣体的层次 便可以做到血肉衍生 但是这思维实力虽强 但她的圣体却并未达到巅峰 显然是依赖了某种魔道秘法 这才能够做到即便暴碎了身体 依旧能够存活下来的可怕程度 可恶 近日之耻 她日定当百倍奉还 那黑色光球之中 传出了思维充满恨意的冰冷声音 待乌贤大人归来之时 你们这些卑微的蝼蚁都要死 想走 轻一刻眼神默然 在她的眼神当中 却是陡然浮现出了一抹森然杀意 这女魔头实力如此恐怖 岂能让她活着离开 那样一来 岂不等于是纵虎归山 眼神中并未有半点迟疑 星一刻的身体便已消失在了原地 只是一闪之下 她便出现在了那阵魔宝侠所画的法阵上方 然后便脚踩法阵 腾云跨风 向着那黑色光球逃窜的方向迅速追踪而上 罪冤 救我 思维的声音中终于是附带上了一抹惊骇之意 在连续地遭遇重创之后 即便是她这样一尊生命力极强顽强的上古魔头 也已经是被逼到了穷途末路 若是在遭到轻一刻的追击 她恐怕真要彻彻底底地陨落在这里 该死 罪冤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她完全没有想到 以她和思维两人的实力 居然会落得如此惨败的境地 谁也想不到 中途会突然冒出来一个轻一刻 对方的身上 竟是攜带有镇魔宝侠这样的宝物 对他们这些巫族魔头形成了极大的克制 最终将思维逼得不得不自保身躯 陷入陨落的边缘 第1691章洞川 就在思维发出求救的刹那 罪冤也是全力震退了心绝 然后她连忙翻手 取出了一面魔器森森的黑色旗帜 随着她陡然挥舞这一面黑色旗帜 那思维爆射的前方虚空 突然扭曲了起来 一道千丈黑色漩涡凭空出现 就像是远古巨兽的嘴巴一样 向着思维所剩的那一团黑色光球吞噬而去 竟还有这般手段麻 轻一刻眼神为寒 她很清楚 若是被那千丈漩涡吞噬的话 她再想要彻底降思维着一尊女魔头扼杀的话 就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了 脚掌轻舵 轻一刻忽然双手结印 她的指尖划破皮肤 鲜血从那伤口中涌动而出 在其双手间汇聚成了一道血印 在那同时 那一道阵魔法阵之上 三道虚黄令所化的阵眼 也是有着如潮水般的光芒涌动而出 三种光芒汇聚到了一处 合而为一 眼看着一道凝聚了三道虚黄令之力的三色长矛 在那法阵之下凝聚成形 西欧三色长矛在形成的瞬间 便陡然撕裂空气 笔直地向着那一道黑色光团动射而出 在那矛头之处 隐约之间 有着极为惊人的扭曲波动 传荡而开 长矛洞穿虚空 在空间中带起了一道极为绚丽的光维 俨然是在那一道黑色光球 即将进入漩涡的前一刻 将其一枪刺中 三色长矛 笔直地洞穿了黑色光球 在那长矛表面 血迹斑斑 四维的那等极为尖锐的惨叫声 令人毛骨悚然地在这片天空回荡着 黑色光球最终还是没入了漩涡当中 但是在进入漩涡的时候 那黑色光球之中的生命气息已是变得极为微弱 显然轻一刻那最后一极 无疑是给予了思维一道极为致命的重创 那最后的惨叫 连凌晨都是不由得嘴角微微抽动 即便是那女魔头的生命力在顽强 这下只怕也是凶多吉少 混账东西 你们给我等着 我巫族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这些人 统统都得死 感受到思维那已经为乎其为的气息 最冤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在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之后 身后便陡然延伸出一对巨大的黑色光影 旋即断入那附近的黑云之中消失而去 在罪冤逃窜的同时 那些他挥下的黑衣人强者 也是一个个不要命地冲向了轻一刻 显然是在为罪冤争取逃走的时间 轻一刻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并无半点的怜悯 便是驾驭着无数剑芒 将视线当中的所有黑衣人悉数斩杀 然而那罪冤在急速逃窜之下 却已是在眨眼之间 便失去了踪影 毕竟是一尊实力不逊色于星爵的远古魔头 加上有一对翅膀 速度更是非比寻常 即便是轻一刻和星爵想要追赶 也断然难以追上 那一尊叫做思维的女魔头 死了没有 星爵神色凝重地看向了轻一刻 随即问道 他们费了如此大的心血 不惜曝露了三道虚黄令 若是让那思维活了下来 倒也太过可惜了 这些远古魔头的生命力极其的顽强 不过先前的攻击 已算是致命伤势 虽说那思维仍有一部分本源魔血被收走 但想要将其救回也是极难的事 而且即便是真能勉强复活 实力也会奏降 今后不足为惧 轻一刻淡淡地道 清爵文言 这才松了一口气 玄吉他有些诧异地看向轻一刻 话说 你怎么会来得如此及时 他们才遭到危险没多久 轻一刻就刚好出现了 这天底下 恐怕没有如此之巧的事情 出来也是你们运气好 回去的晚 轻一刻面色为宁 在你们之前 已经有好几只魔狱势力的队伍遭到了袭击 结果都是损失惨重 就连强大如巨鹊弓 都没能逃过一劫 死伤了数名天资极佳的真传弟子 方才扛过一劫 我在得到消息后 便猜想你们一定会是这些魔头的头号目标 便派人盯上了你们 并提前动身 不想正好赶上了你们遭遇魔头的袭击 原来如此 星觉这才露出恍然之意 点了点头 其实他天灵城那里会成为那些魔头的头号目标 主要还是因为灵城的缘故 后者身怀虚黄令 而且还不止一枚 难怪会让这些远古魔头如此疯狂 此时 轻一刻袖袍一挥 那笼罩天地的镇魔法阵也是徐徐的消散 玄机落回了他的手中 只不过如今的这镇魔宝霞 却是变得异常的暗淡 仿佛其中的能量 已是被消耗殆尽一般 显然为了镇压像思维这样实力强大的远古魔头 这镇魔宝霞 已是耗尽了力量 只怕接下来相当一段时间内 都无法再动用此物了 将那三枚虚黄令给取了下来 轻一刻将其中的雷黄令和颜黄令交还给了凌晨 然后对着后者叮嘱道 如今你身上拥有两枚虚黄令的事情已经曝露 恐怕那些魔头对你的关注 只会有增无减 今后在魔狱中性走 要愈发谨慎才是 凌晨点了点头 将两道虚黄令接了过来 这些魔道中人的势力 比他想象中的要强大许多 这其中甚至牵扯到了远古族群 水非常深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和那些远古魔头对抗 只能选择战壁锋芒 对了轻一前辈 你怎会来这魔狱 难道是为了对付这魔狱中的魔头吗 凌晨有些诧异地看向轻一刻 在他的印象中 对方好像是无处不在 几乎什么地方都有他 这个人 真的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 神秘到了极点的人物 而且实力深不可测 连思维这样的远古女魔头 竟都是被这轻一刻所杀 简直让人无法想象 可以这么说 轻一刻并未多说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然而即便只是这一句话 凌晨也联想到了很多东西 之前轻一刻出现的所有地方 几乎都是和虚黄令有关 可以想象得到 轻一刻也是在收集虚黄令 只不过和魔道中人的目的不同而已 不过可以断定的是 轻一刻对于这些魔头的了解 肯定会他要多得多 甚至比起云中军他们 对魔道中人的了解都要深得多 第1692章必杀之人 在轻一刻的元首之下 凌晨所面临的巨大生死危机 终是化解 在纳罪冤败退之后 那天空中的黑云也是迅速地消散了开来 很快 这片天空便重新恢复了清明 不过魔头的战时退却 却并没有让凌晨有半点高兴 因为他明白 自己和那些魔道中人之间的交锋 恐怕现在才刚刚开始 只是这种事情 凌晨倒并没有想太多 该对上的 迟早会对上 而且轻一刻也早就和他说了 在他成为虚皇令主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会成为魔道中人的眼中钉 注定会走上这条不满荆棘的道路 今后 他的更加刻苦地修炼才行了 但是在那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解决 凌晨的目光一转 落到了青龙和天泽小真人二人的身上 眼中顿时浮现出了一抹寒意 你们两个 这下还有何话说 这两个人 在他遭到思维攻击的时候 非但不失于任何帮助 反而落井下石 趁机背后偷袭 若不是今日轻一刻赶来相救 他现在已经被这两个家伙给坑死了 听得凌晨这话 他们也是眼神一阵闪烁 但随后便脸上堆起了笑容 凌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怎么听不懂 我们干什么了 惹得你生这么大的气 他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偷袭了凌晨 一旦承认 那就是判宗大罪 甚至还会有和魔道勾结的罪名 必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而他们只要矢口否认 凌晨就奈何不了他们 因为他们暗算凌晨的事情 只有后者一个人知道 其他人都没有看到 既然没看到 谁又能怪罪到他们的头上 凌晨 这是怎么回事 心觉皱了皱眉头 他刚才和罪冤交手尚且不暇 哪还有心思顾得上其他 看这样子 这三人之间 方才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两个卑鄙小人 趁着刚才那女魔头和我交手之时 从背后偷袭 我在想 他们是不是和魔道中人有所勾结 凌晨的眼中浮现出一抹凛冽的杀意 凌晨 你修要含血喷人 那天则小真人面色一变 顿时一脸冤屈的神色 大叫道 我知道因为上次灵剑台的事情 你将我和青龙凶事为眼中钉肉中刺 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冤枉我们 给我们扣这种屎盆子 如此罪名 我们可担待不喜 没错 凌晨 我知道你看我们两人不顺眼 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青龙同样是眼神变幻 玄吉接着说道 再说我和天则小真人二人 世世代代都为天灵城效力 至少都有几百年的时间了 背叛天灵城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听了这两人的这番变白 心觉得眉头也是皱得更紧了 在一番沉吟之后 他也是看向了凌晨 道 他们两个说的有一定道理 勾结魔道之事 还需要查证 不可望下定论 城主大人英明 青龙眼中闪过一抹惊喜之色 立刻向着星爵抱了抱拳 脸上绽放出十分灿烂的笑容 他和天则小真人的家族 世代都效忠于天灵城 他们和魔道勾结这种事情 星爵是不可能相信的 也没有理由相信 至于背后偷袭的事情 我们真的没有干 若真要说我们做了 请拿出证据来 否则 那就是诬陷 天则小真人也是笑容满脸 有些洋洋得意 就算凌晨知道他们背后偷袭那又如何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对方也不可能把他们怎么样 要证据当然简单 只需要用搜魂秘书搜查你们刚才的记忆 你们刚才做了什么 便已轻二处了 凌晨冷冷笑道 旋即看向了旁边的星爵 请承主出手 对他们动用搜魂术 便能立即探知真位了 理感 一听到搜魂秘书四个字 星龙和天则小真人二人 也是面色顿时俱变 的确 实力达到星爵这个层次 确实可以用搜魂秘书 对他们方才的记忆进行探查 若星爵真这么做了 那他们还真无法抵赖 使用搜魂秘书 对于被施术者的灵魂损伤极大 甚至很有可能会变成白痴 凌晨 你真是包藏祸心 心狠受毒 天则小真人面色阴沉 历生喝道 只要能揪出间隙 查明真相 你们二人承受这么一点点风险 又算得了什么 凌晨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眼中的冷意确实愈发浓郁 若是让魔道的间隙继续留在天灵城 那才是心腹大患 危险到了极点 心觉并没有立刻决定 而是看向了旁边的轻衣客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此事是你们天灵城的内物 我一个外人不便插手 轻衣客只是淡淡一笑 况且你的心中已有决断 又何必多问 听得这话 心觉也是不禁摇了摇头 然后目光方才落到了凌晨的身上 道 对他们二人施展搜魂秘术 这件事情不能这么草率决定 等回去之后 等本座和长老会商议之后 再做决定吧 那青龙和天则小真人文言 顿时喜出望外 心中则是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看向凌晨的眼神中 有着丝丝的得意 听心觉的这番说辞 这件事情 应该是要不了了之了 凌晨 这两个人在天灵城的背景 都十分强大 就算是我 也无法擅自对他们 使用搜魂之术 这个时候 心觉向凌晨传音了过来 听得这话 凌晨心中则难免有些失望 不过他倒不是不能理解 天灵城这个势力成分十分复杂 内部各大分店盘根错节 就算是心觉这个城主 也不可能做得到一手遮天 这青龙和天则小真人 一个是七沙殿的头号天才 另一个是紫薇殿的首席天才 这两个分店 是天灵城中最强的两大分店 这其中的厉害 凌晨瞬间就能看明白 这两个人 心觉不能动 一念及此 凌晨看向那青龙和天则 小真人的眼神 也是欲发地冷漠 即便是心觉不出手 难道他就没办法 治这两个小人了吗 简直是笑话 这两个人 从偷袭他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列入了 他的必杀名单之中 原本凌晨并不打算 和这两人计较 但是现在 若是不将这两个家伙除掉 他绝不甘休 第1693章回城 稍后 凌晨便收敛了眼中的冷色 目光从那青龙和天则 小真人二人的身上移了开来 这小畜生 还真是和疯狗一样 若不是你我背景深厚 只怕这次就要被他给咬死了 青龙阴沉着一张脸 对着天则小真人传音道 此子不能再留 天则小真人的眼中充满着杀意 经过这次的事情 现在我们和他 已经是不死不休 不是他死 就是我们死 我们必须要想尽一切方法 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 务必要把他弄死 嗯 这小子虽然变态 但他根基浅薄 远远不能和我们相比 要弄死他并不难 青龙的眼中寒芒涌动 以前是他们太有节操了 老想着要光明正大地 从凌晨手里找回厂子 但是现在 他们不打算这么做了 倾尽一切力量杀死凌晨 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哪管什么阴谋诡计 胜之不武 青衣 你明知道须黄令留在这小子身上 会有很大的风险 何不将这雷黄令和颜黄令 绽放使你那里 日后待凌晨此子实力足够强大之后 再将须黄令归还于他 心觉神色凝重地道 这件事情我也想过 不过我觉得 虚黄令既然选择了这小子作为主人 想必有其一定的道理 我若具为己有 只怕会适得其反 轻衣客摇了摇头 何况这些虚黄令在他的身上 对他的快速成长也有帮助 况且那些巫族的魔头经过今天的打击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动作了 而如果那些魔头真想要获出一切得到虚黄令 那么就算虚黄令在我这里 也并不安全 凌晨身上的这三枚虚黄令是怎么的来的 心一刻都看在眼里 前者能够拥有今天的成就 这三枚虚黄令 可谓是助力不小 此事我只是建议 自然有你定夺 心觉不至可否地道 他只是诧异 心一刻为何如此看重凌晨 这种看重可不是简单的前辈对后辈的看重 其程度可以说超出了无数倍 而且你放心 我那两枚虚黄令中 已经种下了灵魂印记 只要我使用推算观测之术 便能知晓它的位置 心一刻接着淡淡一笑 旋即 不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这小子还要你帮忙照看一下 心觉点了点头 放心吧 凌晨是两道虚黄令的主人 一旦魔朝到来 他可是至关重要的人物 虽说凌晨现在的实力依旧为不足道 但是后者的潜力 还是十分惊人的 那就劳烦你了 我还有要是再生 就不久留了 清一刻向着心觉报了抱拳 然后在和凌晨点头示意了一下后 便转身欲进而去 想不到清一前辈的实力竟如此恐怖 望着清一刻离去的背影 凌晨的眼中也是泛起了一抹光芒 而后看向了心觉 不由问道 不知城主可对他的身份有所了解 我虽和他有些交情 但却对他的身份并不十分了解 心觉摇了摇头 旋即有些惊诧地看向凌晨 你不是和他认识很久了吗 居然也不知道他的底细 惭愧 凌晨苦笑了一声 他虽然和清一刻认识已久 但是对对方的来历依旧并不清楚 甚至可以说知之甚少 好吧 心觉收回了目光 他看凌晨的样子不像是说谎 也是十分诧异 在不熟悉的情况下 清一刻怎么会对凌晨如此关照 这无疑不太可能 看来这其中 应该是有着他不知道的隐情 我们得尽快出发了 摩头虽然退走 但难保他们不会有后招 此地不宜久留 凌晨点了点头 这些魔头素来狡诈 不可不严加提防 不过在刚才的战斗中 黑魔鱼已经战死 但幸的心觉还有一具飞行傀儡 因此在黑魔鱼阵亡之后 一行五人便是搭乘飞行傀儡 踏上了回城 天凌晨 回到天凌晨之后 凌晨也是立刻进入了闭关状态 之前和那思维一番恶战 凌晨的身体也是受伤不轻 需要一段时间安静调养 在调养身体的同时 凌晨拜托心觉帮忙打听关于夏云昕的消息 距离夏云昕和他在魔狱失散 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打听夏云昕的消息 只是一直没有结果 想来以心觉天凌晨成主的身份 打听起来会容易得多 这一次休养了半个月时间 凌晨方才将伤势调养好 而经历这次的磨难 凌晨却反而有点因祸得福 在伤势痊愈之后 凌晨的修为也是达到了圣道四重镜的巅峰 修为取得了一定的精进后 凌晨便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清廉剑戈上 继续完善下半部分的清廉剑戈 凌晨虽然已经修炼了清廉剑戈的下半部 但也只是将招式学会而已 至于将完整的清廉剑戈融会贯通 目前的凌晨差距还有点大 在练剑的同时 凌晨对着那三道虚黄令 进行更深一步的参悟 加深自身对于虚黄令的运用 不过单独的一枚虚黄令 凌晨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再琢磨出什么东西出来 但是将三枚虚黄令聚在一起的话 却是能够引起他们之间的共鸣 让凌晨探查到这些虚黄令之中 更为深处蕴含的奥义 时间一天天飞快流逝 又是半个月过去 凌晨的清廉剑戈 终于是达到了勉强融会贯通的地步 至少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并不是完全割裂开来 而是可以如行云流水一般施展出来 至于对那三枚虚黄令 凌晨在将其聚在一起研究之后 其领悟速度也是提升了许多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炎黄令 在凌晨的这般中日参悟之下 终于是有了成果 哗啦 三道交缠在一起 颜色各异的虚黄令 皆是发出剧烈的震战之声 从那中央的炎黄令之中 弥漫出了一团团十分炙热的火光 瞬间将凌晨的视线充满 刹那间凌晨的意识便被卷入了无尽的乱流之中 仿佛来到了一片火焰的世界 这里四面八方都是荒芜之地 寸草不生 大地之上则是裂纹密布 黑色的浓烟 不断地从那些地缝之中冒出来 喷吐出灼热的气息 第1694张涅槃 一座座为额无比的火山 环绕出力在周围的大地上 从那火山口的位置 喷射出极为恐怖的火焰 浓烟滚滚 此地就像是一个大熔炉一般 没有任何生机 有的只是焦土和火焰 身处于这片炙热的空间内 凌晨只感觉周身都被异常滚烫的气流所包裹 承受着惊人的高温制烤 轰 就在凌晨正沉吟间 脚下的地面突然剧烈颤动了一下 仿佛地震了一般 就在凌晨瞳孔紧缩的瞬间 那视线前方的地面突然炸裂开来 一道极为磅驳粗大的火柱喷涌而出 而后 一道庞大的无法形容的火红色巨影 猛然自那深渊之中腾飞而出 那等巨大的阴影 遮天蔽日 凌晨望着那从深渊中腾飞而出的火焰巨兽 当即也是清晰了一口冷气 那火焰中包裹的 显然是一头拥有着华丽火雨的远古异兽 在那火光稍弱一些之后 凌晨方才将那巨兽的身形给看清楚 此物赫然是一头古老的凤凰 一种滔天的灼热波动 犹如风暴一般席卷开来 凤凰全身都生长着十分华丽的羽毛 每一根羽毛上面 仿佛都有着鲜艳的火光涌动 仿佛这一头火焰凤凰 就是一道完全由火焰精华所孕育的火焰之灵 在凌晨的目光触及那天空中的凤凰时 凌晨的心中 也是不由得一阵凛然 从此兽的身上 凌晨俨然能够感受到一股极为强悍的威压 这是凤凰 凌晨轻生难难 若是所料不错的话 眼前这遮天蔽日的巨兽 应当便是传说中的神兽凤凰了 看这可怕的声势 现在凌晨倒是丝毫不怀疑 这凤凰拥有着将万里之地变为火山地狱的恐怖能耐了 凤凰腾飞天空 庞大的身躯在天上蜿蜒盘踞 然后 他缓缓地地下巨大的头颅 盯着了下方地面上游如蝼蚁般渺小的凌晨 当凤凰的视线转移下来时 凌晨的面色也是陡然间凝重起来 他能够感觉到 他所处的位置 天地温度竟然直线上升起来 脚下的地面 已是自动点燃起了一团团火焰 好可怕的威压 虽然明知道这里是一片精神空间 他眼见的一切都并非是真实存在 但凌晨依然是感觉到了强大的压迫 就是他的身体 都是在此刻迅速地干瘪了下去 显然是难以承受这种恐怖的压迫 但是 就在凌晨正用尽全力支撑的时候 突然间 那体型庞大的火焰凤凰身前 空间陡然一阵扭曲 在那扭曲的空间之中 一道模糊的人影 缓缓浮现了出来 这道人影 明明在凌晨的眼前出现 凌晨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气息 仿佛此人真的是从虚空中冒出来的 无声无息 没有任何的气息波动 这人是谁 虚黄 在见到这一道模糊人影的刹那 凌晨也是忍不住眼瞳一缩 在那模糊人影现身的刹那 那一头身体足足是遮天蔽日的凤凰 也是终于将目光从凌晨的身上收了回去 顿时间 凌晨身上所承受的几乎要融化身体的恐怖高温 瞬间烟消云散 压力大减 凌晨也是第一时间将目光望向了头顶的天空 视线当中 那一道模糊人影 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已是多出了一柄扭曲的光剑 在凌晨视线望向半空的刹那 那一道模糊人影 已是一剑朝着那火焰凤凰展了过去 这一剑下 万物尽止 火焰凤凰的动作被生生地放慢 几乎没有任何的悬念 便被这一剑命中 斩在了脖颈的要害位置 弄擦 凤凰的脑袋被一剑斩下 头颅飞起 整具庞大的身体向着下方的地面坠落而下 生机迅速消散 一剑秒杀神兽凤凰 凌晨眼瞳急剧收缩 仿佛是看到了什么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般 凤凰 那可是远古时代方才生存在这片大陆上的神兽 其实力 堪比人类的志强者 这样的神兽 居然被这道模糊人影给一剑斩杀了 难道说 此人当真是虚黄 砰 就在凌晨急剧震惊的时候 那一头巨大的火焰凤凰 已是从那天空之中坠落而下 重重地摔落在地面之上 令得整座大地都是狠狠动摇了一下 神兽凤凰 转眼变化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凌晨心中依旧还沉浸在感慨之中 但是就在这时候 那地面上的凤凰尸体 却是突然抽动了一下 然后凌晨便再度震惊地看到 凤凰那庞大的身体 竟是迅速地蠕动收缩了起来 最后凝聚成一道 犹如凤凰巨蛋一般的炙热火球 凤凰在遭到斩杀之后 生机也是随之涣散 但是在这炙热火球凝聚成功的刹那 凌晨却是感受到 从那火球的内部 竟是有着一股强大的生机 陡然焕发而出 这是凌晨的眼中 涌现出无以复加的震惊之意 随后他的眼中便被 铺天盖地的火光所充满 视线当中的火球突然破开 从那其中 陡然延伸出了一对 异常华丽的火焰羽翼 下一煞 整颗火球便是溃散开来 火焰四散席卷 从那火焰当中 那一头原本已是生死的凤凰 俨然是获得了重生 夜盘重生 凌晨面色一变 终于是猛然醒悟了过来 然而紧接着 又是重复的一幕出现 那一头浴火重生的凤凰 依旧是毫无悬念地 被那一道模糊人影所斩杀 但是每一次 他都能够复活过来 无穷无尽地进行回圈 第一次 凌晨只是震惊 但是到了第二次 凌晨便已有所困惑 到了第三次 第四次 甚至第五次 凌晨就已经看明白了 这就是这炎皇令中所蕴含的终极奥义 凤凰涅槃 虽然他并不是什么神兽凤凰 但是借助于这炎皇令中所蕴含的远古火焰之力 他却也能借助于建招 施展出这等涅槃的招数来 原来如此 凌晨一副大彻大雾的模样 然后便直接就地盘坐了下来 进入到了参悟状态 第1695章夏云新的消息 如此 一座便是连续三日 第四天的早上 凌晨默然睁开了眼睛 两眼之中 仿佛有两团极其灼热的火焰涌动 手掌一挥 凌晨身前的悬浮的三道虚皇令 便被凌晨给收了起来 这一段时间的闭关修炼 可并没有半点的白费 那炎皇令中所蕴含的终极奥义 终于是被他所发现 如今 凌晨更是已经将其初步掌握 这对于凌晨的实力而言 无疑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提升 不知道城主有没有帮我打听到夏师姐的下落 在结束修炼后 凌晨也是第一时间便想到了夏云新 直到现在 星爵都没有通知他关于夏云新的消息 恐怕要寻找夏云新的话 还只能他自己去动手寻找了 寻找夏云新的事情 绝不能再拖 而就在凌晨因为迟迟没有得到夏云新的消息 正准备离开天凌晨的时候 此时此刻 却突然有着不速之客登门造访 牧师姐 在走出居所的瞬间 凌晨刚抬头 便见得一道窈窕的倩影出现在了视线当中 凌晨 这几天休息的还好吗 木晴雪玉手聊开脸侧的青丝 笑望着前方的凌晨 道 还好 感谢师姐还记挂着我 凌晨淡淡笑道 这一代的天凌晨弟子当中 也就只有木晴雪还算是态度友好 至于其他弟子 要么就是冷漠 要么心怀鬼胎 要么就是死仇 还真没几个能做朋友的 这段时间见你一直在闭关 就没来打扰你 而且你之前被那女魔头伤得不轻 的确需要时间修养 木晴雪解释道 玄吉轻声问道 你的伤好了 七七八八 凌晨淡淡一笑 木师姐此来 可是有什么事情 你可别再称呼我师姐了 现在你才是公认的天凌晨大弟子 换我该叫你师兄才对 木晴雪连忙摆了摆手 若是不嫌弃的话 你直接换我的名字就好了 好 凌晨点了点头 见得凌晨答应 木晴雪翘脸上方才露出了一抹认真的神色 玄吉正色道 这次我来找你 的确是受了城主的嘱咐 城主 他有何事 凌晨眼中光芒为闪 理托他帮你打听的人 有消息了 木晴雪道 什么 有消息了 听得这话 凌晨的眼瞳也是陡然一缩 脸上浮现出一抹狂喜之色 他在哪里 对于夏云新的消息 凌晨期待已久 在进入魔狱之后 凌晨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担心着对方 一旦得知消息 凌晨恨不得立刻就飞过去 找到夏云新 消息并不确切 木晴雪见凌晨如此急切 也是不再卖关子了 接着说道 关于那位原夏姑娘 关于她的消息 是从我们天灵城 从黑水平原据点传回来的 黑水平原 凌晨眼神围动 黑水平原这个地方 她听说过 那是在聚雀宫峡下的一座平原 她原以为夏云新 应该是被传送到魔狱周边去了 却不想后者竟然被传到 比她更身处的地狱去了 不过这位夏姑娘的处境 可能不太好 木晴雪画风一转 柳梅却是不由得粗了起来 据说她在黑水平原中 得罪了不少势力 遭遇了许多强者的围剿 形势十分不妙 什么 凌晨面色一变 玄机眼神便陡然阴沉了起来 一股莫名的怒气 从心中涌动起来 麻烦木师姐跟城主说一声 我要离开天凌晨一段时间 在向着木晴雪抱了抱拳后 凌晨便直接闪身 向着院子外面暴掠而去 你等等 木晴雪见凌晨如此心急 也是有些无奈地叫住了对方 木师姐还有何事 凌晨不由皱起了眉头 夏云心有难 她可一刻都坐不住了 必须要第一时间前往救援 我知道你很担心 那位夏姑娘的安危 木晴雪无奈地摇了摇头 玄机画风一转 道 但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这么心急火料地 跑去黑水平原 那个地方有多大你知道吗 你去了那里 又要如何和我们天凌晨的人接头 这些你想过没有 听得这话 凌晨也是不由得沉默了起来 的确 木晴雪说得对 倒是她一时之间急昏了头 做事勤欠考虑了 城主说了 若你打算离开天凌晨 去黑水平原寻找你这位朋友的话 就让我陪你一同前往 木晴雪伸手白皙的御手 聊了聊额头的青丝刘海 继续说道 你的那些事情 我应该可以帮上忙 你要随我一同前往 凌晨却是不由皱起了眉头 怎么 信不过我 木晴雪有些不太高兴了 不是 凌晨摇了摇头 只是我如今已经成为 魔道中人的重点冰烧对象 一旦若是遭遇了什么厉害的魔头 我怕会连累你 这个你无需担心 这次城主让我和你一起 赐予了我一样强大的护身宝物 即便是遇到实力强大的魔头 也不至于会坐以待毙 毫无脱身机会 木晴雪的翘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哦 凌晨眼睛微微一亮 原来星爵还给了木晴雪保命的手段 让后者随行 恐怕也是为了能再遇到危难的时刻 保他一命 还是对方想的周全 既然如此 那此行便有劳师姐了 我们出发吧 凌晨这才点了点头 他对于那黑水平原 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若是一位盲目寻找的话 恐怕还真的很难找得到夏云星的下落 身边有木晴雪这么一个向导 的确能够省时省力很多 走吧 木晴雪抬起犹如玉葱般的手指 放在嘴边吹了一下 伴随着一道哨声响起 一头通体青色的鸟类异兽也是出现在了他们面前的半空之中 这头青色的大鸟 身体表面流动着一层十分耀眼的雷光 特别是那一对翅膀上 更是雷纹密布 凌晨刃的这种鸟类异兽 此物名为金雷鸢和黑魔鱼一样 也是天灵城的一种飞行工具 不过比起黑魔鱼 这种金雷鸢的体型很小 最多也就勉强能搭载两个人 不过优点是速度非常快 至少是黑魔鱼的两倍 即便是远在数万里之外的黑水平原 也可在两天内抵达 两人先后掠上了这头金雷鸢的后背 随后此一兽便陡然化为一道雷电光芒 迅速消失在了天际 第1696张北荒城 天灵城 西沙殿 一座鼻挺的山峰上 赫然是有着两道人影 赫然正是那青龙和天泽小真人二人 在两人的面前 则是有着一名气息格外浑厚的黑衣老者 老者虽然看起来岁数不小 但是身上的气息却异常雄浑 透露出丝丝的凶煞之意 此人 乃是七沙殿的副殿主 名为天煞真人 当然 他还有个身份 就是青龙的族属 两人出自于同一个家族势力 你们二人说的可是真的 那小子的身上 竟真有两块须黄令 此时的天煞真人 正直勾勾地望着青龙和天泽小真人 两眼中满含贪婪之色 须黄令 那可是传闻蕴含着上古秘密的至宝 其价值 与一件上品圣器都要来的珍贵 他很难相信 区区一个凌晨 身上竟是拥有两块须黄令之多 千真万确 此事乃我二人亲眼所见 绝不会有假 青龙和天泽小真人几乎同时点了点头 一口同声地道 那好 既然你们已和这凌晨结成了生死之仇 那么这凌晨也确实留不得了 这次趁着他离开天凌晨 我就暗中出手 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暗杀 从这个世上抹除 天煞真人早已动心 此时在确认了凌晨身上拥有两枚虚黄令后 也是立刻沉生道 天煞足熟 那我们两个祝你这次出行顺利得手 马到成功了 青龙脸上泛起一抹森然的笑容 和旁边的天泽小真人对视了一眼 眼前的这个天煞真人 可是在前不久突破成为了高阶圣者 这样一尊强大的人物 对付凌晨 那岂不是小菜一碟 你们等老夫的好消息吧 天煞真人冷冷一笑 旋即便身形移动 直接消失在了那山峰之上 在天煞真人消失之后 天泽小真人的脸色也是立刻阴沉了下来 旋即接着说道 这个贪心的老家伙 为了请动他 咱们可是几乎把口袋都给掏空了 即便是这天煞真人和青龙有莫大关系 但是为了请对方出手 他们依旧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让得他感到十分地肉疼 这老东西也是冲着那凌晨身上的虚黄令去的 要不然 凭咱们的这点东西 还真请不动他 青龙眼中也是光芒闪动 再怎么说 这天煞真人也是一尊高阶圣者 哪里是这么容易请动的 这天煞真人到底稳不稳 天泽小真人神色有些惊疑不定 那凌晨可不是泛泛之辈 先前连那一尊叫做思维的远古女魔头 都是没能杀得死他 这天煞真人虽然是高阶圣者 我怕他也很难能要得了那小子的性命 你太小看高阶圣者的实力了 青龙摇了摇头 眼中随即泛起了一抹金光 之前那小子之所以能从那女魔头的手里苟活 那是因为等到救兵了 不然他现在早就已经死了 哪还会有命在 你放心吧 天煞真人好歹是我们七沙殿的副殿主 实力仅次于殿主 有他出手 凌晨必死 说吧 青龙的眼中也是末地涌出一抹寒光 那就好 一想想那小子还活着 我就觉得如梗在喉 连绝都睡不好 天则小真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只有杀了凌晨 他才能恢复正常状态 现在的凌晨 就是他的心魔 对方不死的话 他连修炼都会受到影响 赶紧死了吧 这小子已经没有活在世上的必要了 青龙也是语气森然地道 黑水平原 北荒城 北荒城是黑水平原最大的一座城市 这里云集了黑水平原的各方强者 毕竟足有万里方圆的黑水平原 却只有这么一座城市 自然是吸引了无数强者前来驻流 黑水准原本是一片无主之地 魔域三大势力在这里均有势力范围 不过近年来 巨雀弓加大了对黑水平原的掌控力度 而因为黑水平原离巨雀弓较近的原因 天灵城和剑仙宝 对于巨雀弓对黑水平原的吞并 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此令得这偌大的平原 已是有着十之八九的地盘 落入了巨雀弓的手里 灵城和穆勤雪城坐着惊雷渊 在一天半之后 便抵达了这座北荒城之中 进入城市之后 灵城便直接和穆勤雪 来到了那城市的中央广场 北荒城是黑水平原上最大的城市 在这里 五花八门的消息都十分灵通 而对于灵城而言 自然也就更容易获得夏云星的下落 最新消息 巨雀弓开出天价 找寻黑暗魔女的下落 若是有能提供其方位者 便是能将巨雀弓的天价悬赏收入囊中 灵城才刚来到这北荒城 一道突然从广场中传来的吆喝声 却是令得她脸色微微一变 旋即偏过头 目光顺着声音传来的声音望去 只见得一名身形瘦小的男子 正手捧着一叠纸张 然后将这些纸张贴在广场周围的 一些石柱处 黑暗魔女 听到这个莫名其妙的称呼 灵城也是皱起了眉头 然而她的目光落在那纸张所画的头像上时 却是忍不住眼瞳一缩 旋即手掌一吸 便生生地将那一张画像给吸了过来 在那纸张上面 赫然是画着一张女子头像 虽说看上去略为有点模糊 但灵城一眼便是看出纸上所画 赫然便是下云星 嘿嘿 两位应该是新到北荒城吧 此女可是黑暗魔女 据说被一尊远古魔头夺舍 魔性深重 前段时间在这黑水平原引起了巨大的骚动 不少视力联手拘杀 竟都是被她逃脱 那名瘦小男子冲着灵城有些谄媚的笑道 她虽然实力不行 但眼力倒是具备着 一眼便是能够看出 面前的这位年轻人 不是她能够遭惹得起的强者 黑暗魔女 这是谁给起的称号 灵城的眼中泛起了一抹冷意 在说这话时 灵城随手丢出了一袋养灵丹 她可是十分清楚 夏云星和魔道根本就没有半点联系 对方继承的是巫神的力量 自然而然会沾染一些气息 怎么就被说成是被魔头夺舍 魔性深重的魔女了 第1697张魔女 瘦小男子满脸惊喜地接过袋子 脸庞上的谄媚笑容更甚 连忙到 这黑暗魔女的称号 是巨雀公的人给她起的 前段时间在这黑水平原当中 发生了一场恶战 据说那巨雀公当中 可足足是出动了向力和向天龙 这两位圣道六重镜巅峰的长老 对那黑暗魔女进行绞杀 向力 向天龙 旁边的沐琴雪也是不由得 眼瞳唯唯一缩 这两个人 都是像是之中非常有名的顶尖高手 这二人的实力 可丝毫不比破军 长青真人这等顶级的强者弱 而且这两人如果联手的话 连高阶胜者都得战壁其风 不是对手 眼皮抖了抖 凌晨声音也是缓缓变得低沉下来 最终结果如何 拒绝攻出洞的强者固然不少 但那黑暗魔女毕竟是远古魔头附体啊 她当然不是省油的灯 居然在这巨雀弓的围剿中 反杀了他们不少的高手 并且此女还从那向力和向天龙两名长老手中顺利逃生 不过据消息得知 那黑暗魔女虽说逃出了围剿 但也中了那向力和向天龙二人的龙像霸王权 如今已是身受重伤 现在拒绝攻派人四处搜寻 还给黑水平原上的强者们给出了天价悬赏 只要提供一些有用的消息 便是能得到这些悬赏 那名瘦小男子黑黑笑道 你可知道当初那场大战的地点是在何处 凌晨的眼中寒芒涌动 沉声道 从北荒城一直往西 有一座寒冰谷 当初巨雀弓和黑暗魔女大战的地方便是在那里 瘦小男子顿了顿 玄机接着说道 如今那寒冰谷已经被巨雀弓的人马封锁 据说那黑暗魔女很有可能还在谷内 只是躲藏在了某处 如今巨雀弓的人马正在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想来那黑暗魔女究竟还在不在谷内 很快就会有答案了 这些该死的家伙 凌晨的眼中寒芒疯狂涌动 若是夏云星真出了什么事 那他和巨雀弓势不两立 走 凌晨看了身侧的沐晴雪一眼 脚掌猛的一跺地面 身形暴掠升空 旋即化为一道鸿芒 对着西方天际闪电般的掠去 沐晴雪并未迟疑 神色陡然凝重 旋即便后脚立即跟了上去 这两个人 看样子居然是想和巨雀弓对着干啊 真是不要命啊 那瘦小男子望着迅速远去的凌晨和沐晴雪二人 旋即摇了摇头 巨雀弓那是什么级别的势力 区区两个年轻人 胆敢去招惹巨雀弓 那就是找死 寒冰谷坐落在那黑水平原偏西之地 地势十分复杂 地面犹如被一层矮矮冰雪所覆盖 暴风雪阵阵 那里的环境极为的恶劣 说起来 也算是魔域的一处极为险要之地 这寒冰谷一般情况 除了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人 很少有人会来此处 然而最近突然爆发的所谓黑暗魔女之事 却是令得这原本偏僻荒凉的寒冰谷 迅速变得热闹了起来 在魔域之中 众多人类势力强者最痛恨的就是魔道中人 只要和魔道有所勾结 将会成为所有势力的公敌 因此随着黑暗魔女的消息 如今在魔域中的扩散 这座寒冰谷之中 也是汇聚了各方势力的强者 不仅仅是巨雀弓 还有很多其他势力的强者分涌而至 帮助搜寻那黑暗魔女的下落 魔道中人 人人的耳朱之 更何况最近乌贤横空出世的事情 已经在整个魔域中闹得沸沸扬扬 更是加深了他们对于魔道中人的恐怖 当恐惧的力量过于强大的时候 自然是无人感动 比如说乌贤 没有谁敢说去找乌贤 这种真正的远古魔头的麻烦 但是对于这所谓的黑暗魔女 如今已经被打成重伤 估计命都只剩下半条了 自然是大批的强者出现 想要趁机杀死这所谓的黑暗魔女 一来 这么做无疑是可以领取到巨雀弓的丰厚赏金 而另一方面 若是这女魔头死在了他们的手里 则他们立刻就可以扬名立万 甚至流芳千古 这么好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 潘冰谷距离北荒城并非极远 以惊雷渊的速度 也是仅仅花费了半天左右的时间 便是抵达了那片热闹的地带 凌晨和沐晴雪在一座高耸山峰之上 徐徐落下 目光远眺 面前是一片白矮矮的巨大山谷 山谷之中 布满着一些极其庞大的乱石 这些巨石有的看起来就如同一座石山般 通体散发着冰蓝之色 而在天空上 则是今年缭绕着一些黑色雾气 冰冷而森然 这些皆是从山剑中升起的魔物 和寒气融合在一起 经过长延累积 继续在了这山谷的上空 投射到遥远处的目光缓缓收回 凌晨望向山谷的周边 那里有着密密麻麻的人影 这些人影 皆是在不断地成群结队对着 寒冰谷之内行境 想必是想要进去找寻夏云星的踪迹 这里便是寒冰谷麻 收回目光 凌晨眼中泛起了一抹成瘾之意 这座山谷周围的魔器十分深重 看来曾经的寒冰谷 应该也是魔头所盘踞的地方 不过越是如此 对于夏云星而言倒是越有利 这些魔器 在普通人看来是瘟疫灾害 但是对夏云星而言 却是可以恢复修养的精纯能量 毕竟巫神曾经算是一尊强大的魔头 他所修炼的魔宫 和这魔狱中的魔器是同宗同源 如若不然 这巨雀宫的人也无法将夏云星 随意地定为是什么黑暗魔女 走吧 还不知道山谷内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形 凌晨眼神当中光芒闪烁 对于夏云星的安慰 他十分担心 如果是一般的势力 凌晨根本不担心 以夏云星的实力 一般实力根本奈何他不得 但是巨雀宫这种庞然大物 确实例外 只要找到熟悉寒冰谷的人问一问 应该就能知道那位夏姑娘的下落了 沐晴雪的目光在那山谷中扫望了一圈 然后开口道 嗯 凌晨点了点头 说吧 凌晨和沐晴雪二人 也是在那山谷入口楚降落而下 而在凌晨和沐晴雪身形落下之后 在那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上 却是忽然出现了一名浑身煞气的老者 正是那一路尾随凌晨二人的天煞真人 这个小子 究竟想干什么 天煞真人的眼神闪烁 他本来早就想动手了 但是一路尾随 他发现凌晨似乎与这所谓的黑暗魔女有什么关系 让得他暂缓了动手 毕竟若是能找到凌晨和魔道勾结的证据 那个时候再动手杀死凌晨 那可就名正言顺了 第1698章熟人 你们是什么人 凌晨和沐晴雪一出现 便是被那拒鹊公的守卫给阻拦了下来 斩妖除魔 人人有责 我二人是天凌晨的弟子 此行是来帮忙围剿黑暗魔女的 凌晨眼神冷漠 沐晴雪的脸上却是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玄机他翻手取出了一面天凌晨弟子的腰牌 交给了守卫 查验了一下腰牌 那名剧却攻守卫 这才相信了两人的身份 看向凌晨和沐晴雪的目光也是和气了不少 然后对着凌晨二人挥了挥手 进去吧 没有犹豫 凌晨和沐晴雪便踏入了那寒冰谷之中 稍后一名黑衣老者也是出现在了入口处 他正欲通过之时 却也是被守卫给拦了下来 但是当黑衣老者亮出腰牌的时候 这名剧却攻守卫的脸色陡然一变 玄机露出一抹惊骇之意 来人 竟然是天凌晨的一位元殿主层次的强者 那名剧却攻守卫的神色立马变得恭敬起来 目送着天煞真人进入寒冰谷 怎么会有这种级别的强者赶过来 速速通知向立和向天龙两位长老 让他们知晓此事 带得天煞真人进入寒冰谷之后 那名剧却攻守卫也是连忙对着周边的人吩咐道 是 几名守卫立刻离开 显然是前去通报了 他们剧却攻这次在寒冰谷之中围剿黑暗魔女 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 一些普通的强者来凑热闹也就算了 毕竟没什么威胁 但是天灵城不一样 而且还是天灵城店主级别的强者 这就非同小可了 恐怕会妨碍到他们拒却攻的行动 此时 凌晨和穆晴雪二人已是进入了山谷之中 在那山谷周边 人影冲冲 身穿各色衣服的舞者数量不少 其中不乏一些气息强大的身影 凌晨的目光 落在那些道身影上面 然后眼中也是泛起了一抹惊诧之意 这些人 皆是身穿相似的服装 而且气息格外地灵力凶悍 就像是一头头野兽一般 那些是猎魔人 就在这时候 慕晴雪给凌晨解释道 在魔狱之中 有一些人常年在外狩猎魔物 斩杀作恶的魔头 以此来获得赏金和各大势力的奖励 这些人便被称为是猎魔人 听得这话 凌晨也是眼神不由得 微微诧异起来 猎魔人 居然还有这种势力群体的存在 不过猎魔人的实力也并非都强 而是参差不齐 实力强大的猎魔人 可以斩杀圣者级别的魔头和高级魔物 而实力弱的猎魔人 只能去猎杀一些低阶的魔物 名气也自然要小得多 慕晴雪眼神微微凝重 而后道 看来这所谓的黑暗魔女 在黑水平原中引起波澜当真不小 居然有这么多的猎魔人汇聚而至 想来都是冲着他去的 凌晨文言 也是皱起了眉头 若是放在之前的话 他可能对这些人还会有那一丝的好感 但是现在 夏云新被灌了个黑暗魔女的称号 一下子成为人尽可诛的魔头 让凌晨自然对这些猎魔人提不起任何的好感来 这些猎魔人常年混迹于黑水平原之中 他们对于这寒冰谷内的情形 应该是最了解的了 慕晴雪看向了凌晨 若是要打听夏姑娘的踪迹 或许可以从他们入手 赤妈 凌晨这才眉头微微一挑 然后方才抬起脚步 向着那一道道气息略为凶悍的身影走了过来 然而凌晨才刚出现在这群人的视线当中 从那其中 便走出来了一名青年黑衣剑客 这名黑衣剑客的脸上赫然有着一道猙獰的疤痕 他的目光如炬 在仔细打亮了凌晨一番后 方才点了点头 似乎是确认了凌晨的身份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 你就是最近风头很胜的那个凌晨吧 黑衣剑客目光盯着凌晨 脸上随即浮现出一抹冷笑 听说你先后打败了剑仙宝的天才剑客剑十七和李长哥 实力直追青年一代第一剑客的剑无名 今天 我修罗剑客 倒要向阁下讨教几招 说吧 他的眼中也是释放出一抹惊人的战意 没兴趣 凌晨根本连看都没有多看他一眼 便是转身走开了去 他现在时间紧迫 哪还有空间来应付这种无聊的挑战 你怕了 别想逃 见凌晨走开 修罗剑客还以为凌晨是怕了 心中大喜 随即便一剑向着凌晨笔直地刺了出去 直逼凌晨的后心 感受到来自背后的剑芒 凌晨也是眼神陡然一朗 这种不知所谓的家伙 看来似的要让他见剑血才行了 然而凌晨还并没有动手 突然间 一道惊人的黑色剑芒突然破空而至 将那修罗剑客手中的长剑给直接级的脱手飞了出去 谁 修罗剑客面色一变 只见的视线当中 赫然是出现了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剑客 刚才出招的正是对方 是你 在看清楚那年轻剑客的面孔之后 修罗剑客的脸色也是漠然一变 而后嘴角忍不住抽动了两下 沉声道 你为何要阻拦我 因为你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对付你这种角色 他只需要一剑 便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年轻剑客只是瞥了修罗剑客一眼 便淡淡地开口道 这时候 凌晨也是心中诧异 对于这突然出现的年轻剑客的身份十分好奇 他这才看到对方的面貌 然后陡然吃了一惊 因为这年轻剑客不是别人 正是他所熟悉之人 剑魔传人 魏无羡 魏无羡 你怎么会在这里 凌晨眼瞳唯唯一缩 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魏无羡来到魔狱这道还好说 他更没想到的是 对方还成为了一名猎魔人 实在是让他感到匪夷所思 你能来 我为何就不能来 魏无羡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不过如今的魏无羡 那年轻的脸上却是有些宝金风霜的感觉 显然在成为猎魔人之后 对方也是经受了极大的磨练 无论是实力还是性格 都已是蜕变了许多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纯属好奇 凌晨摇了摇头 他是为了躲避泰玄天道的压力 方才来到这魔狱中避难 否则的话 他还真不一定会来这个鬼地方 天下之大 哪有我魏无羡去不得的地方 魏无羡洒然一笑 而后方才有些凝重地看向凌晨 你此行前来 应该也是为了那黑暗魔女的事情来的吧 正是 凌晨点了点头 心中却是一动 他正好要找一个熟悉此地的猎魔人 打听这寒冰谷内的情形 眼前的魏无羡 不正是他要寻找的绝佳人选吗 第1699章惊诧 你也知道那黑暗魔女的事情 凌晨的眼神唯唯一宁 旋即问道 那你可知道 他如何身在何处 向着周围看了一眼 见到四下里并没有其他人 凌晨这才小生地传音给了魏无羡 你这算是问对人了 魏无羡眼中泛起了一抹光芒 你问其他人的话 问了也是白问 现在所有人都在找黑暗魔女的踪迹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而我在前几日 见过这位黑暗魔女一次 听得这话 凌晨也是不由得十分诧异 你见过他 见过 魏无羡点了点头 是他主动和我接触的 当我准备和他动手的时候 他却说出了你的名字 原来你们是朋友 那他如今在何处 你可知道 凌晨眼中浮现出一抹喜色 踏破铁鞋无秘杵 得来全不费功夫 没想到魏无羡竟然还和夏云新见过 在凌晨那略有些紧张的目光中 魏无羡轻轻点了点头 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的范围 至于他还在不在那里 我也不能确定 有限所总比当门头苍蝇强 凌晨的眼中泛起了一抹金光 带我们去吧 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 魏无羡摇了摇头 那巨雀弓的人 似乎最近也在对那一片区域大肆搜索 说不定很有可能 他们已经找到了夏姑娘的位置 他的目光直视着凌晨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么他们此去 将很有可能会和巨雀弓的人马撞上 到时候他们恐怕将直面 那像立和像天龙两尊顶尖的巨雀弓高手 他的意思 凌晨这次行动 还是要三思而行 带路 然而凌晨却几乎都没有思考 便是淡淡地吐出了两个字 好 魏无羡点了点头 既然凌晨主义已定 那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将两人引领到一处无人的地带 旋即魏无羡手掌一番 他的手中便出现了一条黑色的傀儡小蛇 而后他放下手掌 那一条傀儡小蛇便陡然向着前方游了出去 朝着一个方向快速移动 这是下姑娘交给我的傀儡蛇 跟着这小东西 应该便能够带我们找到他了 望着飞速消失的黑色小蛇 魏无羡转身对着凌晨和沐晴雪道 快 跟上他 凌晨目光将那一条小小的黑影给锁定 旋即身形移动 化为一道黑影 轻松地跟在了那条小黑蛇之后 寒冰谷之内 魔物横行 不过凌晨却并未遭受到半点阻拦 不过对此凌晨岛也并不惊讶 这些日子在如此多强者的扫荡下 这寒冰谷的魔物 要么被消灭 要么 也是龟缩了起来 以至于一路上如此通畅 一路无阻 再加上凌晨的速度 短短半个小时 两人便是逐渐深入了寒冰谷之中 而此刻周围的黑雾也是越来越浓郁 不过以凌晨三人的实力 倒也不惧这些 依旧是保持着快速的行进速度 全速前行的身形 再度持续了半晌 前方的那一条小黑蛇 突然停顿而下 而其后的消炎也是猛然有所察觉 一把便是将之抓住 然后迅速窜到一块巨石之后 出现在凌晨三人面前的 是一座足有百丈高大的断崖 断崖下方是一座寒潭 断崖周围 正有着几十道身穿金袍的身影 错落而立 其中有两道十分壮硕的身影 更是悬浮在断崖半空 在他们对面的断崖山壁上 隐隐有着一个洞口浮现 是向力和向天龙 在见到那半空中的两道壮硕身影时 木琴雪也是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这一下 让得凌晨也是眼神不由得阴沉了起来 没想到 他们还真来晚了一步 这些巨雀宫的人 先一步抵达了这片区域 看眼前的这般严阵以待的阵仗 他们明显是发现夏云星的踪迹了 黑暗魔女 乖乖地跟老夫回巨雀宫去 或许你还有活路可走 脸色为变 凌晨的目光顺着那中年人的声音 望向那洞口 旋即瞳孔陡然一缩 只见得在那里 一道黑色倩影 优雅而立 视线往上 那一张清晨绝世的美丽面庞上 此时显得极为苍白 美眸中透着冰冷沙意 正是夏云星 还好 凌晨在目光瞥见那一道倩影的刹那 一颗星也是顿时放松了下来 眼下看起来夏云星虽然受伤不轻 但是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在放心的同时 凌晨的目光不由地望向了那巨鹊工人马当中 气息最为强大的两人 这两人都是一身金袍 身材高大壮硕 看上去充满力量 两人站在一起 更就像是两座铁塔一般 维俄挺拔 气息逼人 这两个人 任何一人都十分强大 的确正如沐晴学所说 足以媲美那常青真人破君这等级别的强者 他们的实力 达到了高阶圣者境界以下所能达到的极限 略坐沉吟 凌晨视线转下 此刻的断崖周围 还有着几十名金色身影矗立 显然应该也是巨鹊工的弟子 他目光扫视了一圈 然后便也是在那其中发现两名修为分别达到圣道五重镜和四重镜的老者 虽然实力不如那项力和项天龙强大 但也是不容小觑的战力 这巨鹊工 为了围剿下师姐 还真是花了大力气啊 七黑谋中略过一谋冷意 凌晨低声自语道 他可不信这巨鹊工如此地围杀下云星 仅仅是为了除谋味道这种架大空的事情 这些人这么做 必然是有所图谋 敌人太强 不以盲动 魏无线脸色十分凝重 就凭他们三人 想要从巨鹊工的这般阵容手里救人 无疑是有些异想天开 光是那项力和项天龙两人 他们恐怕都无法对付 更别说还有这么多巨鹊工的强者在 盲目冲上去的话 到时候怕是人就不成 反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黑暗魔女 我二人的霸王龙像全不好受吧 半空之上的项力 目光淡漠地望着洞口处的夏云星 道 你必须要立刻找个地方 划去你体内残留的全境 否则的话 你连两天时间都撑不过去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 速速投降 这是你唯一的生机 第1700张夏云星的围局 听得这话 夏云星也是不由促起了柳眉 旋即沉声道 我和巨鹊工似乎并无仇怨 为何你们要如此相逼 他原本只是在这黑水平原中站坐停留 打听到了凌晨的下落后 他便会离开 让他没想到的是 竟会碰到巨鹊工的人 一开始他只是将这些人击退 并没有怎么在意 却不料这些家伙反而打上了他的主意 上次更是花费了大力气 派出大批强者偷袭于他 逼得他不得不躲进这寒冰谷之中 却不想依旧逃不过巨鹊工这般地毯式的搜捕 呵呵 我巨鹊工奶魔玉顶梁柱 除魔味道 是我们的本分 急杀你这样的魔女 还需要理由吗 半空中 像天龙也是咧嘴一笑 眼中充满着戏虐之意 除魔味道 不过是借口罢了 什么黑暗魔女 什么远古魔头附体 那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而已 他们追杀夏云星 根本不是因为对方是魔头 而是因为夏云星的体质 夏云星是罕见的纯鹰之体 当然 夏云星先天自然不是这种罕见体质 但是随着他体内巫神力量的慢慢觉醒增强 如今他的体质 已经变得非常强大 而且特殊 和先天的纯鹰之体 几乎已是没什么两样 他们对夏云星没什么图谋 想要得到夏云星的 是他们巨雀弓的三长老向坤 向坤修炼霸王龙岩 决出了岔子 体内的龙岩真气伤及肺腑 深入心脉 整个巨雀弓上下 都为此而束手无策 但要是能抓到夏云星 利用后者的体质 让向坤和夏云星阴阳调和 则很大程度上能让向坤身体康复 根除他练功的问题 甚至使利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这也是他们对夏云星如此重视 不惜如此兴师动众 也要将后者给抓到的根本原因 断崖动口楚 夏云星那对不含丝毫情感的子谋 贴了那像力和像天龙二人一眼 苍白的脸颊上浮现一抹激疯 清冷的声音 带着许些寒意的在断崖上空回荡 既然如此 那还费什么话 就算是玉石俱焚 我也绝不会落入你们这些人的手中 听得此话 半空中的像力和像天龙二人眼中 寒芒顿时暴射 缓缓地道 你这是在断绝自己唯一的生路 话音落下 他死也是并不想再突延什么 一股惊人的棒驳波动 逐渐地从其体内抱涌而出 令得空间都是寸寸扭曲了起来 既然你不喜欢走活路 那么便由老夫亲自出手 将你请回吧 随着最后一个字音的落下 那像力面前的空间一阵扭曲 隐约间 一颗巨大的龙头 从中浮现了出来 透露出极为凶猛无前的波动 像力一拳凌空打出 那一颗巨大的黄金龙头 顿时一阵剧烈颤抖 搜得一声 便是撕裂虚空暴射而出 将整个洞口的区域笼罩在内 望着那撕裂空气暴掠而来的恐怖全境 夏云星也是戴霉为咒 如今他身受重伤 根本就不可能是这项力的对手 而且更何况 在那断崖周围 像天龙虎实丹丹 还有那么多巨雀弓的弟子 若是这些人一勇而上 恐怕此次他真的是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即便真是死 也定然不能落在他们的手中 夏云星不知道这些巨雀弓的人为何如此执着地想要活捉他 但是他隐隐也能感觉到 若他真落入巨雀弓的手里 恐怕结果必定是生不如死 勉强催动体内残存的真气 夏云星的周身空间陡然扭曲了起来 下一刻 一道紫色的结界 也是骚然在那周围凝聚了起来 砰 在那犹如流星一般的黄金龙头轰中结界的刹那 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也是陡然响彻而起 站台间 地动山摇 夏云星脚下的地面寸寸开裂 浮现出密密麻麻的裂纹 空气中波纹阵阵 夏云星的美眸映射当中 那一道紫色结界上面 赫然是有着一圈圈金色的连衣激荡扩散开来 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削弱结界的力量 这便是向力的金龙霸王拳的全境 这些拳境不仅霸道无比 而且还绵延无穷 一旦若是被其席卷命中的话 身体将会承受到连续的伤害 他之前就是被这向力和向天龙联手发出龙像霸王拳所伤 这才被迫重伤而退 还要挣扎 见得夏云星苦苦之称的一幕 向力的嘴角也是陡然掀起了一抹技巧之意 然后便陡然被一抹森冷之意所取代 随即他拳头在动 便是再度悍然打出一拳 猛轰在了那紫色结界之上 巨声再度响彻 夏云星也是陡然喷出一口鲜血 而那一道紫色结界之上 也是寸寸浮现出了一道道裂纹 行将破碎 将力 可别把他打死了 要不然向坤长老可跟我们没完 见到夏云星吐血 向天龙的眼瞳也是陡然一缩 面色淡漠道 你放心 我知道分寸 向力冷冷一笑 此时 在那大石背后 魏无羡和睦勤血的目光都是凝重到了极点 前者更是陈生说道 再来一拳 恐怕结界就要破了 一旦结界被攻破 那么夏云星也必然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那个时候 对方必然背情 但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不能冲动 魏无羡沉声说道 凌晨 沉住气 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最佳时机 人呢 他一边说着 一边转身看向了凌晨 然而他的视线当中 哪里还有凌晨的人影 不好 魏无羡心中暗叫不妙 结束吧 此时那半空之中 向力的眼中陡然闪过一抹凛冽的杀意 然后便是打出了极为凶悍的第三拳 只要夏云星不死就行 打胜一口气 目的也算达到了 眼看着向力的第三拳轰制 夏云星也是不由咬了咬银牙 若是真要落得各背情的下场 那他还不如自暴再死 哼 紫色结界承受了这一记重击之后 终于是彻底爆碎了开来 而那一道金龙拳竟也是狠杂而下 夏云星的身体 也是陡然被冲击先飞了出去 然而就在夏云星身体倒退 美眸中闪过一抹决然之意时 视线当中 却是突然有着一道人影出现 人影以匪夷所思的速度 出现在了的身侧 然后夏云星便感觉一只手掌 抱住了自己的先腰 那一道人影几乎是没有什么酝酿时间 便是一掌向着前方打了出去 向着那一道凶猛无比的金龙拳竟轰了出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